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向你诚意推荐,I Read!》 《I Read!》是什么理? 《I Read!》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 公共出版服务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网民等等 将他们的书籍、刊物和博物等等发成电子书 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观看电子书内容 这个就是《I Read!》 与你看普通书一样 甚至即时连上不同社交媒体的频道 连结到作者网站交流心得 实行多媒体互动 你还可以download书内的相片、观赏或者下载随书影片 今天的讲座是跟孩子有关的 今天的讲座是跟小朋友有关的 所以要请问在座的各位都有孩子吧 是不是在座各位都有小朋友呢 有人摇头耶 没有孩子的举手 没有小朋友的举手 哇 没有小孩的很多 所以你们是准备要生了 真的没有那些就准备要生了 是吧 不过说真的 如果你可以在准备生孩子之前 了解一些知识是很好的 说真的 如果你在准备生孩子之前 你了解这些以下要讲的话 其实是好的 所以有孩子的大概是几岁呢 如果你有小朋友的是几岁呢 请问 两岁 四岁 四岁跟两岁 四岁跟两岁 你呢 他没有 三… 我没有 你没有孩子 其他都没有孩子 有 有 有 十五岁、八岁、五岁 十五岁、八岁跟五岁 十五岁、八岁跟五岁 看不出来 好 所以 在座的各位大部分的孩子都在 现在还在生存体的状态 大部分现在这个座座的人 你的小朋友都在生存体的状态 我自己也有孩子 他自己也有小朋友 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三岁 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三岁 他们现在在以太提的阶段 他们在月太提的阶段 那其实一个孩子影响最深远的 其实是父母亲怀孕之前 其实对一个小孩 影响最深远的是小朋友怀孕之前 对 怀孕之前 所有我们处理过的个案 所有我们处理过的个案 应该是这样说 我们这一生最主要的业力 它其实是来自于孩子在被生出来 就是父母亲怀孕之前的那个生命的阶段 其实是影响孩子最关键的阶段 其实当父母在这个生这个小朋友 怀孕之前的生命阶段 是对带来这个生命最深远的影响 DNA是在那个时候去建构完成的 因为DNA是在那个时候建构完成的 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情绪 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情绪 那么这些情绪都会分泌不同的荷尔蒙 它们会进入精子跟卵子 那么这些荷尔蒙是会进入精子和卵子 那么你的父母亲 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父母亲甚至是我们自己 会在某个时候 可能是某个固定的时候 某个时候或者某个固定的时候 或者是不固定的时候 甚至是不固定的时候 会有一个性的冲动 会有一个性的冲动 会把那一段时间 你所累积下来的精子卵子 然后里头所累积的荷尔蒙 然后去做射出连结的动作 那么在那时候 会去你的精子或者你的卵子 叫荷尔蒙 在那时候就会射出来 那个是第一次受精卵的行程 那么这个是第一次受精卵的形成 所以当时你的阴性的能量 跟阳性的能量 在受精卵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形成 而且那个精子跟卵子 都是最强烈跑第一名的 刚好连在一起形成那个受精卵 有没有 它射出这么多 但是是最强烈的那一个去做连结 所以那时候 在那个受精卵里面 陰性和阳性的能量已经形成 不单单是最强的 最跑得最前的那个精子或者卵子 才是形成的那个受精卵 换句话说 那换句话来说呢 为什么你的父母 或者是你自己生了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个性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生命的模式 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同一个父母 生了两个或者三个小朋友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的个性 或者他们的生活态度 会不一样呢 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谈过出生的排行 我们上一次讲座讲到出生排行 排行老大跟老三 他的命运就不尽相同 排行老大跟老三的命运的进行形式 就不同的 那是因为父母亲 在当时那个阶段的生命的历程 他的能量状态呢 不同 因为那个父母 在那时候的生命历程 或者能量状态是不同的 所以他的情感 他的荷尔蒙的分泌 射出的状况也不同 那他的情感 他的荷尔蒙的分泌 射出的状态都不同 所以影响最深远的 其实是那个受精卵在形成的阶段 所以最深远的是 受精卵形成的阶段 所以换句话说 在新时代如果你要怀孕 你真的需要有意识的怀孕 所以在新时代里面 如果你真的要怀孕 你要有意识地去怀孕 什么叫做有意识的怀孕 那什么叫有意识地怀孕 第一个我已经准备好 第一就是我已经准备好 我的生命是比较平衡健康 我准备好要怀孕 我的生命是比较平衡和健康 我准备好怀孕 我也准备好 非常地滋养爱的能量 来去爱我的孩子 我也准备好滋养很爱的能量 去爱我的孩子 甚至于在这一段生命历程的过程当中 我跟我的先生也都非常相爱 甚至乎在生命历程 在那个阶段里面 我和我先生是非常相爱 我们的爱 我们的爱 我们的平衡 我们的平衡 跟健康 和健康 我们拥有了健康的平衡的精子和卵子 我们是会拥有一个平衡 和健康的精子和卵子 我们也已经准备好要连结 也都准备好要连结 它是在一个静心的状态下去连结 去做爱 静心的状态里面去连结 或者去做爱 形成这个受精卵 去形成这个受精卵 这样各位了解吗 这样了不了解呢 确实 如果你去翻 我曾经看过两本书 叫做《圣经相隔离娜》 我曾经看过两本书 有本书叫做《圣经香格里拉》 《圣经预言书》里面的第四本 是《圣经预言书》里面的第四本书 第四本里面他们就记载着 在西藏有一个香格里拉的地方 他们里面所有的灵魂 他们如果要生孩子 是有意识的生孩子 他说到在西藏香格里拉的地方 如果他们要生孩子的时候 他们会有意识地去生小孩的 还有最近有一本书叫做 《地心文明陶乐世》 你们知道这本书呢 最近有一本书叫《地心文明陶乐世》 你们不知道这本书 这本书是新的 陶乐陶乐世 这本书谈的是第五次元的文明 这本书讲的是第五次元的文明 这本书里面提到亚特兰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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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另外一个民族 他们在更早以前 他们整个大陆 整个陆地都沉沦到海底 亦都讲到在那段时间 整个大陆和陆地 是沉沉了到海底的 亚特兰提斯这个地方 整个文明消失 整个文明消失了 然后这些人 这些灵魂 他们就在整个地球的中心地底下 去建构一个第五次元的文明 那那个文明里面的人 他就在我们地球的地底中心的地方 是建构一个第五次元的文明 他们有意识地运用他们的能量 他们是有意识地去运用他们的能量 所以他们是必须要 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他们整个能量状态 整个的也都整个族群都准备好 要抚育孩子才有意识地去受孕 那他们会整个民族 或者整个家庭都准备好了 去赋予给一个小孩的时候 他们才会生一个小孩子出来 换句话说 假如你的父母亲 在怀你的那一年 那一年 那一两年 假如他们处在很深的匮乏里面 就是这么说 譬如说你的父母 在要生你一两年 他们是处于很深的一种缺乏里面 那么当他们在连结的时候 他们会把这个很匮乏的能量 注入这个精子卵子里头 当我们在他做爱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个很缺乏 很不足的能量 去注入了在这个精子和卵子里面 这一生你就会带着 那个强烈的匮乏的情节 不断地再过你这一生 那他呢 这一生呢 这个人呢 就会带着一个很强烈的 缺乏的能量去过他的一生 那个是影响最强烈的阶段 就是受精卵第一次形成的阶段 那那个是很强的阶段 阶段就是一个受精卵形成的那个阶段 之后第二个影响你的生命 大概至少百分之四五十的架构 是在子宫期四十周的阶段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影响你一生大约四十到五十的百分比 就是你子宫期的阶段 前两个月呢 叫做胚胎时期 那头两个月是一个叫胚胎时期 你知道怀孕前三个月是危险期 很容易 那大家知不知道 怀孕头三个月是危险期 很容易消产 但是呢 大部分都是在第二个月 女孩子才知道她受孕 那大部分呢 女孩子都是第二个月才知道她怀孕 而且你是在第二个月 跟前三个月之内 你要去决定 我要不要生下这个孩子 那还有你是要在三个月之内 决定你要不要生这个小朋友 那么这个胚胎时期 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的大 那所以在这个胚胎期 对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尤其是前两个月 也就是前八周 就是前两个月 就是前那八周 因为呢 在前八周呢 我们人体的上中下 已经大致上完成 因为在头那八周里面 一个人体里面的上中下 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它主要的形体 比如说眼睛啊什么 其实是有的 它整个上中下已经在长了 它整个形体 比如眼 它已经形成有上中下的了 如果你去看胚胎时期的图 在前三个月 它主要的架构已经长出来了 那如果你看一个胚胎呢 你留意呢 头三个月呢 它属于主要架构出来了 那么有很多先天性的疾病 有很多先天性的疾病呢 任何气质性的先天性的疾病 都是因为在子宫时期 父母亲的一些状况跟问题 才导致成那个器官 在长的那一周出现了问题 任何器官性的问题呢 都会在头那八周呢 或者是父母亲的那个影响 已经形成了在那时候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前三个月 前三个月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 前三个月你是不是要被留下来 被选择要留在地球 的关键时期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面对 就是我们被决定 是不是要留下在这个地球那里 这个关键时期 在马来西亚 我遇过一个记者 在马来西亚 我遇过一个记者 她帮我写了很多报道 她跟我写了很多报道 她跟我说 她的妈妈在怀她的时候 是去撞墙啊 然后故意跌倒啊 可是都把她留不掉 她说她的妈妈在怀她的时候 就砍墙啊 炸地滑了 都打不掉她 吃药啊 也留不掉这个孩子 她就是不要这个小孩 她就是吃药 都不可以让我小孩没有 她就是怎么都不可以 不可以没有这个 就是打掉那个小朋友 因为她的丈夫不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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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妈妈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丈夫的连结 她一直不要这个孩子 那妈妈没有一个丈夫的连结 她一直就不想要这个小朋友 所以这个记者这一生 所以这个记者这一生 也处在相同的命运里面 也都处在一个相同的命运里面 她的丈夫常常不在身边 她的丈夫也都常常不在她身边 然后她这一生不敢要 很匮乏 这一生她都不敢去要 很缺乏的 所以这个这样子的情节 因为她不被要 因为这个叫她不被要的这个情结 不被接受 不被接受 所以她这一生到后来她们 她选择写的新闻都是 写的那个内容 她的写作里面 都是跟心灵有关的 这个说来话长 她没有办法接受她写一些 隐居的新闻 对人不好的新闻 隐居 隐居就是她写那个明星啊 狗仔啊 譬如她是不可以写狗仔嘴 对人类没什么贡献 那些事情她写不得的 不写得的 所以呢 在座的各位 所以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能够复返 回到你的子公园 你会知道当时你妈妈在怀你的时候 她有没有准备要你 如果你可以复返 去到你的子公期的时候 你可以去留意你妈妈 其实是没有准备好去要你 这将决定性的影响你这一生 在族群里面 你是不是有被接受 有被要 那你也影响你这一生 在一个族群里面 你有没有被要 或者是被欢迎 或者是被接受 只要你妈妈对你 对这个孩子有质疑 只要这个妈妈对这个小朋友有质疑吗 质疑啊 怀疑啊 有质疑的时候呢 我怀疑我要不要孩子 我怀疑我要不要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呢 那个怀疑不用久了 只要一两个礼拜就够了 不用很久了 因为两个礼拜就可以了 这个孩子已经接受到很深的不被接受 那我小朋友已经接受到很深的不被接受 我在怀我女儿的时候 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那在老师去怀她的女儿的时候 她没有这一样的知识 没有足够的知识说真的 说真的那时候她没有足够的知识 我是清理了好多好多好多 后来做channel 疗愈了很多我才明白 那我是清理了好多好多 做channel 也都做了好多的事之后 才明白呢 但是那件事我已经做了 但是我已经做了这件事了 我在怀疑大的时候是很接受的 我生她老大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很接受的 但是怀疗二的时候因为是突然 那因为老二就是突然来了 不小心怀孕 不小心怀孕 所以我质疑了一段时间 我质疑了一段时间 最后还是把她生下来 最后也是把她生下来 可是这一生 但是这一生 虽然她才没几岁 虽然她现在也不是几岁 十一岁 十一岁 可是你可以在她的关系上面 在她的存在上面 一直看见她很深的印痕 在胚胎时期前两个月 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小朋友 在她的关系里面 在她的一生里面 已经不断地反映着她的印痕 由她的胚胎时期所出现的印痕 她常常在关系里面 质疑自己能不能够被同学同伴接受 所以她的命数是三 所以她的命数是三 她需要很多认同 她需要很多的认同 她不确定 她不确定 也不信任自己能不能够被接受 也都不信任自己能不能够被接受 每一次她的一些疾病 每一次她的疾病 这样子的孩子 你看她的问题都出现在肺大肠 那这些小朋友 她的问题都出现在肺大肠 这个系统里面 她的气管 她的气管 她的鼻子 她的鼻子 会容易出现问题 会容易出现问题 因为肺大肠管的就是关系 因为肺大肠就是我们的关系系统 可是在她受孕 她来到我的肚子的时候 她并没有真的 在当时两八周的时候 没有真的被接受 因为她来到妈妈的身体里面 头那八周 她真的没有真正地被接受 所以她在气管的部分 所以她在气管的部分 在鼻子的部分 在鼻子的部分 一直有问题 一直有问题 当然现在好很多了 当然现在好了很多 因为有帮她清理 因为有跟她做一些清理 可是你不管怎么清 但你不管怎么清 她这个很深 因为这个很深 所以你在清理的时候 疗愈的时候 最深的就是受精卵形成的时候 当时父母亲的状态 所以当你疗愈的时候 最深的时候 就是你疗愈一个人的 受精卵那时候的状态 第二个影响最大的是 千八周 胚胎时期的阶段 而第二样 就是这个人 头那八周 受精卵胚胎的状态 就是她在你的子宫里面 她的初胚要形成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决定 是不是要把它留下来 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也都是在她的肚子里面 她的东西要区备完成的时候 或者你决定 是不是要把它留下来的时候 她已经植入了很深的印记 好 换句话说 假如这个孩子你是要的 本句话说 如果这个孩子你是要的 但是呢 在前两个月就是说 在那一段整个生命历程里面 妈妈充满了恐惧 好了 但是在头那八周的时候 那个妈妈是充满着恐惧的 我处理过一个案例 我处理过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因为 这个案主她的母亲是一个老师 那那个案主的母亲是一个老师 对很多事物充满了否定不信任 那她对很多事情都充满着否定 和不信任 所以她常常处在焦虑恐惧不安的情境 情节底下 而她常常处在一个 焦虑恐惧不安的情境和状态 所以你知道吗 她生下孩子 她的大女儿 她生这个大女儿的时候呢 没有几岁 没有几岁 才大概七八岁 大概七八岁 大概七八岁左右 常常 平尿 尿道发炎 常常都会去尿道发炎 为什么 因为肾膀胱主恐惧 因为我们的肾膀胱 就和恐惧有关 意思就是说 在前两个月的胚胎时期 你的器官的主架构 主要的胚胎会被建构成型 因为在我们的头八周 我们主要的胚胎的主架构 是被形成的 只要你有某一个部分的情感 生命能量失调 它就会对应到 那个对应的器官 只要你在某一个情感的架构 然后发现了状况的时候 它就会对应去到那个器官 而且通常都是在很小的时候 这个孩子你就发现 它一直有比如说气管的问题 或者是一直有皮肤的问题 或者是一直有排便的问题 你就会发现 它怎么这么小 一生出来就有这个问题 那些小朋友 就是很小时候 已经发现它有某些器官 例如可能是气管 或者是皮肤的问题 或者它那个大便会出现问题 那是因为它在非常小的时候 接收到父母的状态 也因为它很小的时候 接收到父母的状态 之后第三个月 第三个月 到十个月之内 到十个月之内 每一周 每一周 每一段生长的历程 每一段生长的历程 对这个孩子 都有非常重大生源的影响 都在子宫时期 对这个小朋友 都有很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都是在子宫期的 所以假如我们在处理一些疾病 跟问题的时候 所以假如我们处理一些疾病 或者问题的时候 如果这个疾病 是退化性疾病 假如说它很严重 或者说说它已经处理很久 但是都没有办法处理好 如果是一些退化性的疾病 就是很久 或者处理处理 都搞不定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进到子宫期去处理 那我们就一定会 跟它进入子宫期内 看看是什么 你没有进到子宫期处理 其实你很难了解 如果你不是进入子宫期处理的话 是很难去疗愈的 你会治标不治本 或者我们会治标 但是不治本 因为当初她在更小的时候 当她在 比如说她在20周 正在长 比如说她正在长她的皮肤 或者长她某一个器官的时候 这个时候 妈妈出现了重大的创伤 比如说她的背拖去到第20周 然后可能发展她的皮肤 或者某一个器官的时候 那时候的妈妈 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创伤 或者是生命失衡的状态 或者她的生命出现了一个失衡的状态 那么对孩子的这个器官 跟她生命的这个层面 都会带来非常重大 而且深远的影响 对那个小孩的那个器官 或者那个系统 都会带来很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所以呢 你会发现 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的孩子 都会在生命的某一个层面 跟某一个器官上面 有一个比较纠葛的问题 那你会发觉 某一些人 或者某一些小朋友 在生命里面 某一些层面 或者某一个器官 是一些糾纏性的状态 所以那个问题 其实就是你父母亲的状态 那可能那个问题 就是你父母亲的状态 存在的状态 他们当时存在的状态 所以呢 如果你的父母在怀老老大的时候 是跟公婆一起住的 但如果譬如一个父母 他生的老大的时候 是跟老爷奶奶一起住的 怀老三的时候 已经搬出去 那第三个的时候 已经搬走了 那个老大老三一定差很多 那那个老大和老三 就一定差很远的 一定差很多 因为那个老大 除了接收父母以外 还接收爷爷奶奶的 那因为老大 除了要接收父母的东西 之后 还要接收公公婆婆的东西 那么那个老三 就不同了 那老三就不一样了 像我在怀老大的时候 我就跟公婆一起住 那好像老师 生老大的时候 就是跟老爷奶奶住的了 那我们老大 有比较严重的鼻子的问题 那老大 就会有很严重的鼻子的问题 现在已经差很多了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以前是随便鼻斗都会肿大 以前是随便鼻斗都肿住的 很小 很小的都是这样 我怎么处理它 都有爷爷奶奶的东西 我怎么去帮它处理呢 都看到一些关于 阿爷阿玛的东西 所以整个家庭父母亲 跟祖群的状态 对我们整个怀孕的过程 还有抚养孩子的阶段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整个家庭 族群 或者你怎么抚养这个小朋友 和你抚养的方法 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所以各位大概有一个概念 那有没有一个概念 最重要的阶段 是受孕前面的那个阶段 最重要的阶段 是受孕前面的阶段 你们的感情好不好 你们的感情好不好 你是被强迫的 但是很喜乐的受孕 你是被强迫 但是很喜乐的受孕的 你们夫妻的关系好吗 你们的夫妻关系好不好 整个生存的状态怎么样 你们整个生存的状态是怎么样 这是最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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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太大了 影响太大了 这一生 你的孩子发生了所有事 绝对跟这个有关 这一生你的小朋友 发生所有的事 绝对跟这个有关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胚胎时期 前两个月的阶段 就是胚胎时期 前两个月的阶段 初胚架构完成的阶段 是初胚架构完成的阶段 之后就是子宫期 之后就是子宫期 这样子的整个阶段 影响人的一生 至少百分之四五十以上 这样的阶段 就至少影响一个人 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或以上 所以呢 在我们的疗程里面 你只要摸骨 摸脊椎就知道他 他几周的时候 妈妈发生什么事 他接受到什么 然后他几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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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发生什么事 在我们的疗程里面 其中一件事就是 我们摸一个人的脊椎的时候 就可以读到他 在几周或者几多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妈发生什么事 因为那时候生命的架构 已经形成了一半以上 因为在那时候 你的生命的架构 也都形成了一半或以上 接下来就到出生的阶段 跟着就是出生的阶段 但是我要再加一个产道的阶段 但是我会加一个产道的阶段 但是我会加一个产道的阶段 你知道生产的过程吧 大家知不知道生产的过程 有的人是婆妇 有的人是饱腹的 有的人是自然产 有的人是自然产 有的人是生不出来 强拉的用吸的吸出来 有的人是生不出来 硬撞它出来的 有非常多的一些生产的方式 有很多不同生产的方式 重点是 重点是 为什么我们在子宫时期 要进入这个物质地球世界的时候 要经过产道的那个过程 那我们为什么我们由子宫期 进入人生的时候 要经过这个产道的阶段 产道的治疗 在神秘能量医学的领域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疗程 在神秘能量医疗里面 产道的阶段 是一个很重要的医疗的阶段 它对应到你这一生 你常常要生出你自己 它对应到这一生 你常常怎么生出你自己 什么叫做生出你自己 什么叫生出你自己 什么叫生出你自己 比如说我想要在这个社会 我想要在这个世界上 去做一些我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在这个社会 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 要做一些我要做的事情 我要创造一些事情 我要创造一些事情 我的意见想要被接受 我的意见想要被接受 我想要发展我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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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生出我的自我 我想生出我的自我 我想生出我的自我 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 种种的跟你要生出你自己的我有关 都跟这个产道的过程有关 种种关于你要生出你自己的东西 都跟这个产道的阶段有关 你从那个子宫里面 要从那个妈妈的那个产道里面 要出来的那个过程 如果是非常痛苦的 非常恐惧的 如果你由妈妈的肚里面 要去生出来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是痛苦的 又或者是恐惧的 就是你妈妈是那个状态 如果你妈妈是这个状态 就是她害怕的 整个你被生出的阶段 那可能四五十分钟 你完全处在恐惧不敢出来的状态 整整生出来那四五十分钟 可能你就处于一个恐惧 和艰难的状态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印痕 那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印痕 像我妈妈她 我是老五 她生到我已经根本不想生了 所以她 我就发现我在复返那个产道 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 我就发现她根本不想生 她连生她都不愿意生 那因为她是排第五了 然后就已经知道她是女了 所以她自己去复返去看的时候 她妈妈去生她的时候 根本就不是很想生 你想想看她已经生腻了 都生女的 然后现在又要再生 你想想看 我妈妈在生了自己的出生 关于出生的印痕 也对应到我自己 也都对应到自己 所以你在生你的孩子 或者你在被你的母亲生下来的 那个过程 就对应到你这一生 你要生出自己的那个状态 你要生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怎么样 是被你妈妈生你出来的时候 也都对应到你这一生的一些状态 你只要观察一件事情 关于生出你自己的状态 你只要观察一些事情 每一次你要生出你自己的时候 是轻而易举 还是困难重重 每一次你要生出你自己的时候 都看你是轻而易举 一定是困难重重的 我要拥有我自己的时候 当我要拥有我自己的时候 我要进入这个世界 被承认被接受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够很容易地 就能够去展现我自己 我要进入这个世界 去被接受的时候 我是容易 一定是困难重重 这些都对应到 那个出生的过程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 都要面对无数个 生出自己的时候 那么我们呢 我们人这一生里面 都要面对很多无数的 要生出你自己的这些时候 每一个生出自己的过程 都会对应到 产到你在被生出来的 那个经历的印痕 那么每一次的 你要生出自己的时候 都会对应到 你在产度 在产度里面 你要生出你自己的印痕 那现在以上所谈的 都是我们人类这一生 影响我们最强烈 最最巨大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所以你这一生最重大的生命课题 跟重大的疾病 都跟这个阶段有关 所以你这一生里面 那些重大的问题 或者疾病 都跟这个阶段有关 各位可以理解吗 那你可不可以理解呢 你可以回想 假如你有孩子 如果你有小朋友 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会比较容易回想 你会容易回想得到 每个孕育孩子的过程 或者你每一个孕育 这些小朋友的过程里面 对应到你自己的生命 存在的状态 或者有没有对应 你自己一些生命存在的状态 要不然你也可以回想一下 你妈妈生了几个孩子 你妈妈可能生了几个小朋友 对应到不同的阶段 对应到你自己的 一些不同的阶段 那接下来呢 下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下一个更加 比较重要的阶段 就是生命中的每七年 就是生命里面的每七年 对我们的影响 对我们的影响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在零岁到七岁的时候 那也都是说 由零岁到七岁的时候 是在生存体的状态 就是在生存体的状态 不过这个生存体 它更重要的影响的阶段 是三岁以前 但是呢 更重要的影响阶段 其实就是在三岁之前的 三岁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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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大脑的突触 三岁以前 就是我们大脑的突触 重要的发展的阶段 重要的发展的阶段 也就是说 我们人是感官动物 也就是说 我们人是一个感官的动物 所以你从小 所以我们由小开始呢 你从小是透过触觉 我们要透过触觉 就是被你的父母亲拥抱 譬如我们被父母亲拥抱 还有包括听觉 他对你说的话 听觉 包括他听你说的话 还包括视觉 你所看到的 包括视觉 你所看到的 嗅觉 你的嗅觉 情感 你的情感 各种各种的 平衡觉 就是各种各种的感官器官 所接触碰触到的经验 才形成整个大脑突触的神经网络 或者是你的平衡感 然后呢 是透过这种种的经验 来生出你这一生的道徒 你知道吗 那大脑突触是这样长的 大脑的突触是这样生长的 它是先从粗的开始长 是由主架构开始长 由主架构开始去生 然后呢 它开始长细的枝的 然后呢 就长出更细的分枝的 然后呢 就长出更细的分枝的 然后呢 形成了整个 整个大脑突触的神经网络 然后生出整个大脑突触的神经网络 就这样 这个是大脑的神经网络 那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网络 我有一个学员 我有一个学员 我有一个学员呢 他在怀儿子的时候 他去生他的儿子的时候呢 他... 我不太记得他在怀孕的时候 是不是准备好要接受这个儿子 我不知道他怀孕的时候 有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儿子 但是因为呢 他在儿子出生的时候 他的先生坚持要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住 而他生这个儿子的时候呢 他的先生坚持是要跟他爸爸妈妈一起住 所以呢 你知道他儿子一出生 你知不知道他儿子一出生呢 他就对他儿子做一件事情 他就对他的儿子做一件事 就是只要哭就把他放在旁边哭 那只要他一哭就在旁边哭 不理他 就不理他 不抱他 不抱他 让他哭到不行 让他哭到不行 就这样子 就是这样了 一直把他放在旁边 总之就把他一直放在旁边 那你要看哦 三岁以前 三岁之前 是最关键的时候 是最关键的时候 这个孩子在他的大脑突出的神经网络 我这里面已经接收到 不被碰触 这个小孩子在他的神经网络里面 在托足里面 已经接收到 是不被碰触这一件事 不被连结 和不被连结这一件事 不被爱 不被爱这一件事 所以这一生哦 他的这个细枝在长的时候 所以这一生他再发展下去 生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不用多 七岁以前 不用多的 七岁之前的 只要妈妈离开 只要妈妈一离开 他就开始生病 他就开始病 可能妈妈只是这两天 比较没有顾他 或者有两天 妈妈没有空理他 他就哮喘 他就哮喘 要妈妈抱他 要妈妈抱他 他才会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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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个网络已经开始这样在长 他接收到这个印痕了 他出的已经在长这个 他一开始已经生这一样东西出来了 因为他在刚出生的时候 他所有的感官在触觉 在温暖觉 所谓的温暖觉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我有关注你 我可能你还不会说话 可是我会抱你 我会跟你说话 这个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温暖觉 那我们有足够 和一个叫温暖觉 所谓的温暖觉 就是我和你 人和人之间的碰触 就算是一种叫温暖觉的一样东西 还有啊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 他不太会讲话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 他是不太会讲话的 他不知道他跟人家讲什么 不知道他跟人家 应该讲些什么 因为他小时候他妈妈爸爸 就不会对他说太多话 因为他爸爸妈妈一世的时候 也不会跟他说太多的东西 所以他整个大脑突出 都是这样在长 他大脑的突触 都是这样生发的 所以以后他的生命经验 完全都在这个网络架构里面 以后他的生命经验 完全就是这个网络架构里面 你有看过外面很多书吧 三岁以前就定终身了 外面有很多书 三岁已经定终身了 此话不虚 此话就不虚 我做过太多的案例了 做过太多的案例了 真的 就连我在刚刚 好像刚刚 做的案例 做的案例 他的眼睛一直失去看的能力 一个人的眼睛一直失去看的能力 他完全在清理的 根本不是眼睛的问题 他由头到尾清的 都不关他眼的问题 是因为小时候 都被妈妈关在家里 因为他从小到大 都被妈妈困在家里 从小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由小已经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这样子也就算了 那都算了 为什么会被关在家里 那为什么他被困在家里 因为妈妈其实不太关注他 因为妈妈其实都不关注他 不太连接他 又不连接他 他有很深的没有 他有很深的没有 他的内在是从很深的没有里面 然后发展到感官之觉 他感觉到他的生命 都没办法被给予 他一个感官这样生出来 一路很深的感觉 就会感觉到这一生 他都没办法被给予 最后导致眼睛失明 最后导致他的眼睛失去视觉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三岁以前 你的大脑的突出 所有碰触的经验 所有碰触的经验 所有你看的感觉到的情感的经验 所有看到和感觉到的情感的经验 还有听觉 还有你的听觉 你知道听觉很重要 你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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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都怎么叫你 你妈妈怎么叫你 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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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假如你妈妈从小 子玲 如果你妈妈的手大 就是子玲 子玲每次叫都在 你妈妈可能对我是比例 就是举例 假如你妈妈从小就对你有一种认知 你什么都做不好 所以她每次叫子玲 如果你妈妈由手大 你做什么都觉得不好 我说的都是这么严厉的叫你的名字 然后后面再加一句 你那个又怎么弄 又乱搞了对不对 再加一句 你那样东西又乱来了 对不对 子玲 就是这样叫你 他这样一天叫三次就好了 一天叫三次就够了 一年你算算看有几次 你想想一年有几次 你再算算看这个人接受到什么 你猜一下这个人会接受到什么 不用多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这只是听觉 这个只是听觉 我清了好多这种案例 清了好多这些这样的案例 如果你连叫人 如果你连叫人 那个叫人就已经 里面那个叫的名字 就有你对他的感觉 有没有 你叫那个人的名字 已经带了你对他的感觉 是吗 包括你对你家的人都一样 包括你对你家的人都一样 每一份的叫 都有一份传导的能量在里面 你每一个叫 都有一份传导的能量在里面 好 比如说移动觉 比如说移动觉 移动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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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觉是指什么 移动觉是指什么 你知道差不多一岁就开始学战吗 那不到一岁他们就开始小孩子开始爬 对不对 没有一岁你就开始学爬 他的感官充满了需要被刺激 他的感官是会不断需要被刺激 什么都拿来 什么都放进去考虑咬的 什么都要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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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要丢一下 什么都拿起来 扔掉 那么假如他的移动觉 假如他小的时候这样移动过去 每一次都被你抱回来 在这个地方给我坐好 那每一次这个小朋友 譬如他爬去什么地方都说 你都拿回来 你好好跟我坐下 你到最后可能干脆跟他围一个地方 都不让他出去碰触 干脆就找个东西围着他 什么都不让他碰 以后这个孩子就走不远了 那这个小朋友就走得不远了 我给你保证 他绝对走不远 我可以保证这个人 这个不会去得很远 我处理太多了 因为我处理得太多了 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 每个案例呢 他的生命背后的故事 真的都不可思议 每一个案例 他生命背后的故事 都真是不可思议 也很美 你不知道为什么 原来生命是这个样子 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发现原来生命是这样的 在人与人的连结之间 跟人与人的连结之间 在最早期的整个家庭的氛围 存在的状态 在最早期一个家庭的气氛 和存在状态 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如此之大 他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 是如此的那么大 还有一个案例 还有一个案例 我在清理他的时候 我发现他妈妈从小 就常常对什么事情都觉得 没有用了 不行了 不好了 没有了 他妈妈处理他一生的时候 发觉他妈妈永远都是 没有用的了 不好的了 不行的了 最糟的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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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父母亲 他没有办法处理 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常常在家里大发雷霆 情绪就出来了 大发雷霆 情绪就出来了 那孩子会有惊吓 那小孩是会有惊吓 那个惊吓造成孩子这一生 而这个惊吓 会造成这个小孩这一生 他去不到拥有里面 他不会进入拥有的里面 做什么事情都充满了困难 否定跟不行 因为她妈妈就是处于这么大的情绪 当你接收的次数频率和时间 过度的时候 当你接收的次数频率和时间 也都过多的时候 它就会成为你生命中主要的课题 这些被置入的时间都是在三岁以前 这些所有被植入的时间都是三岁之前 你的大脑所有的时间都在三岁之前 所有的感官的经验 你的大脑所有感官的经验 全部全部都在里面 全部全部都在里面 我还处理过很多听觉的问题 听觉会影响一个人的平衡觉 听觉是会影响一个人的平衡觉 我们以为的平衡觉是什么 我们以为的平衡觉是什么 其实在我处理过很多的案例里面 在我处理过很多的案例里面 当一个人所谓的听觉就是 你从小被骂的次数够多 比如啊 所谓的听觉就是 譬如可以是说 你小时候被骂的次数够多 你不断不断不断的听到那些否定你的话 然后不断不断的听到那些 可能没有啦低微的话 你不断听到否定你的话 或者你没有啦 你是低微的这些这样的说话 这一生这个人 他的平衡觉会有很大的失衡 那这一生这个人的平衡觉 会有很大的失衡的状态 不是指他走路会跌倒 我不是说他走路会跌倒 我不是说他走路会跌倒那种失衡 是指他的生命会有很大的失衡 是说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失衡的状态 他永远都陷入那个否定没有的深渊 他永远都陷入一个否定和没有的深渊里面 走不出来 走不出来 他没有办法意识到他的我到底是谁 他没有办法意识到他的我到底是谁 因为我听到的都是我接受到的我 因为我听到的都是我接受到的我 这样各位了解吗 那了不了解 有很多很多的感官之觉 有很多很多的感官之觉 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温度觉 还有刚才讲的温度觉 假如 假如 你在三岁以前 你在三岁之前 你在三岁之前 你没有太多的被温暖 没有太多的被温暖 被关注 温暖没有 温暖没有的 你就被放在旁边 那你就被放在旁边 冷冷的 冷冷的 那这一生 你跟人之间都是冷的感觉 那这一生你跟人之间都有一种冷的感觉 你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连结 你不知道你怎么跟人去连结 你不知道什么叫温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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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办法温暖 我跟人在一起 即便我旁边有人 连我先生在 你都会觉得 我还是冷的 就算你身边有人在 就算你先生在你身边 但是你也觉得冷冷的 因为在三岁以前 因为在三岁之前 这些已经完全形成了你的生命的经验 你已经完全完成了你生命的经验 这样各位大概有个概念 有没有一个大概概念 三岁以前也是很大的关键 三岁之前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基本上三岁过后 基本上三岁之后 到七岁以前 到七岁之前 百分之八十的印记已经完成 百分之八十的印记已经完成 也就是说 也就是这么说 你会发现七岁以前的孩子 七岁之前的小朋友 他已经知道什么不可以摸 他已经知道什么不摸得 他也知道说妈妈会怎么样 什么时候会发脾气 他也知道妈妈会怎么样 什么时候他会发脾气 他也知道谁不喜欢他做什么 七岁之前已经完成了 所以刚才我听到你们有两岁的四岁的 连你自己都掌握不了自己 连你都掌握不了自己 连你都掌握不了自己 那么你会非常无意识地 早就下了很多东西进去 你就会无意识地 下了很多东西给他 因为连你自己 都没有办法自主自己 因为连你都没有办法自主自己 所以我们刚才最前面说了一段话 我们刚才最前面说了一段话 要孕育一个孩子 要孕育一个孩子 要孕育一个小朋友 你要抚育人 你要抚育人 当然你得先知道人是什么 首先你要知道人到底是什么 真正的人是什么 你是谁 真正的人是什么 你是谁 因为我们是人在带人 我们是人带人 但是通常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通常我们都不知道 就生下去 那就生下去了 所以没有关系 所以无所谓 就是大家一起玩游戏而已 我们大家来玩游戏而已 共同的课题 大家共同的课题 玩下去 继续玩下去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好 那么这个是七岁以前 那这个是七岁之前 所有的生存架构 所有的生存架构 在七岁以前构置完成 在七岁之前架构完成 那八到十四岁 八到十四岁 是第二个七年的阶段 就是另外一个七年的阶段 会进入以太体 会进入月太体 它是整个情感 就是一个人整个的情感 尤其是关系 尤其是关系 跟情感的发展期 跟情感的发展期 因为八到十四岁 因为八到十四岁 它会开始进入同才 它会开始进入 它的朋友同才之间 权威 或者面对权威 学习 去学习 能力 各种关系 除了家庭以外的关系 它会开始发展 它会开始发展 它种种的关系 然后这个时候 它也开始 比较有做事情的能力 它会去做一些东西 有没有 在这个时候 它都会开始 一些做事的能力 开始去做一些东西 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 它就是在发展 它的情感 在这个做的过程中 它就是发展它的情感 好 假如在七岁以前 假如在七岁之前 假如在七岁之前 或者是八到十四岁 或者是八到十四岁 应该是这么说 应该这么说 在七岁以前 在七岁之前 它做一做 每次做什么东西 你就把它阻断 它每次做些什么 你就去中断它 你就跟它说 这个不好 来做这个 你说那样东西不好 做那样东西 那你就惹 你会给它惹很麻烦 我处理过好多这样的案 那你就会带 为它造成很多麻烦 我处理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因为发现现代人 有很多人 他没有办法去完成 他要做的工作 我发现现代人 很多人 他没有办法完成 他要做的事 或者是说 他每一次工作都出差错 不是被主管骂 就是有问题 或者每一次做事 都会出差错 不是被人骂 就会出现问题 或者是你会发现 有的人做事情 总是没有办法 做到最后的结果 没有办法有成果 或者有的人 做事总是做不到 最后的结果 做到一些结果出来 这些都是更小的时候 他只是随便在玩一个东西 可是被你阻断 他都是随便买一样东西 都被你中断 只要你阻断几次之后 只要你中断几次之后 这个孩子以后就不会了 这个小孩 你中断他几次之后 他以后就不会了 他不会再做了 他不会再做了 他不会再做 他没有办法专注 去发展他自己的学习 他没有办法专注 去发展他的学习 这些都是因为早期 这些都因为他早期呢 他的情感在发展的时候 他被阻断 他的情感发展的时候 就是被阻断的 所以在沃德福 就是在另外一个教育系统 我的小孩读的那个学校里面 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阶段的 叫做手工治疗 所以在沃德福 华德福的教育 或者是他的小朋友 都在华德福的学校读书 他们在这段时期 八到十四岁 是非常着重的 手工治疗 他们有很多手工治疗的课 他有很多很多手工治疗的课 为什么 你会发现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其实这个手对应到大脑 其实在我们发展的时候 我们的手就会对应着我们的大脑 前面三个是大脑 后面是小脑 就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会前面的这几根手指 是主要掌握的 后面是辅助的 有没有 原来我们手指 头那三个手指就是大脑 后面那两只就是小脑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头那三个手指都是主导做的 后面那两只手指是辅助的 所以他们从小就教编织 我们小时候 他们小时候就会教编织 先用手编 用手去编织 编简单的东西 去编织一些简单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的思考、情感跟意志 都可以被锻炼出来 在那个阶段里面 他们的思考、情感、意志 都会被通过这个过程 被锻炼出来的 他们会透过不断地做 不断地做手工 他们会透过不同 不断地做手工 他边做他的思考 他就会去想 这个怎么做 老师会教 然后他的情感 就会不断不断不断地 把这个东西 把它建构完成 最后他的意志 就是完成一件事情的意志力 就得以完成 他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思考 如何做法 老师会说 他思考如何做 然后他都会把情感 摆进去 在他物件里面 然后他会真的 去用他的意志 去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呢 我就顺带提 他顺带地去说 在8到14岁的时候 非常需要艺术的滋养 这个阶段的孩子 这个阶段的孩子 他们除了手工治疗之外 他除了手工治疗之外 还有农耕 还要去耕田 他们有农耕客 他们有耕田的货 农耕客就是 你要知道你的食物怎么来 就是农耕的货 你要知道你的食物是怎么来的 他们会回归大地去 去重新去认识了解 一个植物 一个生物 它是怎么被生了 生出来的过程 那他们会回归大地 去知道一个植物 或者一个食物 是怎样来的 怎么照顾 怎样去照顾它 然后那个食物又是怎么来 那食物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后呢 他们也有音乐课 他们都有音乐课 音乐课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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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些音乐的旋律 都能够疗愈他们内在的情感 因为音乐旋律 是会疗愈他们内在的情感 他们有很多这样的课 他们有很多这样的课 所以他们教法也都不一样 八岁到十四岁 他们八到十四岁 教法都不一样 他不是填鸭式的 他不是填鸭式的 不是叫你要背 要读 要记 要考 不是 完全不是 不要你有背 有读 有记 有考的东西 完全不是这样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时期的阶段的孩子 他在发展他的情感 为什么 因为那段时间的小朋友 在发展着情感 他在试图在建立以后 他长大之后 他跟每一个人数的连结 他试图建立 当他日后长大之后 他对每一件事人的连结 而最早期 却是反映在哪里 反映在他的功课 在他同才的关系 在他所做 所学习的事物当中 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很重要 他们还有建筑课 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很重要 他们还有一些建筑课 木工课 木工的课 然后建筑是结合数学 建筑也结合数学 然后画画 很重要 形线画 他画画 形线画 形线画 这个阶段的孩子 你要多让他画画 形和线的画 是 因为这世界上所有物体的形成 是因为线条 因为这个物质世界 很多的形成都是由线条 线条对应的是人类的情感 而线条是对应人类的情感 想法 想法 那么色彩 和色彩 对应的是情感的氛围强度 情感 对应着情感的氛围 即是气氛和强度 所以他们会从小 就先教他们这样子画 他们那时候 他教我们怎么画画法 他们很小 会先这样子画 就是这样画一条线 这样画 这样画一条线 你会发现有些孩子 连这样都没办法画 你会发现有些少女工 画一条直线都不行 因为他的我有问题 因为他的我有问题 所以他在画的时候 他会这样 他画的时候就歪了 所以他们要经历 好几次好几次这样 不断不断地 就是教他玩 就是画 然后他也会教他们 用身体去画 去感觉那个线条 然后慢慢再画复杂的 那他们会教他几次去画 甚至用身体去画 也会慢慢画复杂的 画些圈 一直到最后 一直到最后 他们可以素描 到最后 他们可以去素描 他可以画任何一个人 或者是任何一个景象 他可以组成 把所有的线条 组合成一个具体的形象 那他可以画一个人 或者一个景象 所有他的东西 组成 变成一个景象 所以这不断地 在形成他的思考 情感跟意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八到十四岁的阶段 所以这一生你会发现绝大多数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 所以你发现绝大多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 在这个阶段经历大量的考试 抑 抑 你給我讀 你給我讀 給我背 給我背 以後你就會發現他這一生 你發現這個人往後的一生呢 這就是為什麼人 為什麼大部分人的一生 他只敢做安全的工作 為什麼大部分人在這一生中 只敢做安全的工作呢 大部分人都不斷地會用頭腦 去評估自己現在做得好不好 對不對 能不能夠得到 大部分人用他的腦 去評估自己做得好不好 和這樣做對不對 而是比較少的人 能夠在自主自由的思考跟情感之下 去完成他自己個人的自由意志 但是少數人可以用他的自由自主的意志 去他人生裏面去完成他自己想做的事 去創造他的自我價值 去創造他的自我價值 大部分人的價值都在別人的認知裏面 大部分人的價值都在別人的認知裏面 或者是在頭腦族群的限制裏面 或者在頭腦或者是族群的限制裏面 而不是在自我的發展裏面 而不是在一個自我的發展裏面 你明白嗎 這就是八到十四歲很重要的階段 這是八到十四歲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準備下一個七年 所有的準備都是為了準備下一個七年 下一個七年是重要的我成形的階段 下一個七年就是很重要的我 星芒體是自我形成的一個重要階段 星芒體就是自我形成的一個重要階段 它同時也進入荷爾蒙 開始分泌 分泌不同 男生開始變身 男生也在那時候變身 變身 變身 女生形體開始改變 女生的形體也開始改變 然後她的我開始跑出來了 她的我開始跑出來了 這個時候你叫她的我要做甚麼 她不一定聽你的 在這個時候你叫她做些甚麼 她可能不一定會聽你的 她聽她自己的 她還會聽她自己的 她有她要的有她不要的 她有些東西她要 有些東西她不要的東西的 誰都別想控制她 誰都不用指意控制她 就在這個階段 那就是在這個階段 所以這個階段正在為這個階段而準備 所以上一個階段就是為這個階段作準備 14歲以前的孩子你還可以引導還可以控制 14歲以前的小孩 你還可以引導控制一下她 因為14歲以前的孩子 他會試圖想要去做很多事情 可是這時候就要看父母親 能不能夠接受 跟事實地去引導你的孩子 去發展 準備他將來的我可以出來 這個14歲之前的小孩 他還會試圖做一些事 那這個時候就要看父母 是不是可以接受和引導他 去發展他的我生出來 如果在這個階段 他的情感受到你百般的否定跟阻斷 如果在那個時候 他的情感遭受到你百般的否定 和阻撓的時候 他進入15歲之後 他會開始形成叛逆 他到15歲的時候 他就會形成叛逆 你不要我做我就學壞 你不要我做好 我學壞給你看 做一些你不喜歡的 我做一些你不喜歡的 他開始否定 他開始去否定 叛逆 叛逆 所以這個階段非常重要 都是在準備這個階段的我要出來 所以十四歲之前 那個階段很重要 是準備十四歲之後的我生出來 你也會看到這樣的孩子 他在14歲以前 在十四歲之前 他想學什麼 他想做什麼 他都有非常好的支持跟發展 他都有很好的支持和發展 你會看到這個孩子進入15歲之後 你發覺這個小孩進入了15歲之後 他對自己的自我比較有力量 他對自己的自我是比較有力量的 比較明確 比較明確 比較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想做什麼 比較知道自己要些什麼 和想做些什麼 而不是把自己的能量 通通消耗到否定跟叛逆裡頭 而不是把他的能量消耗在判逆 和否定的裡面 那麼這個階段 是很重要的自我形成的階段 那個階段是一個很重要 你的自我形成的階段 那這個階段 他會把他的我 這個階段 他會把他的我 要的留下來 要的性格特質留下來 這個我 他要的性格特質 他會留下來 他也會把他不要的 通通丟掉 他也都把他不要的東西 全部丟掉 然後就會進入下一個消夜的 22歲之後 就進入消夜的階段 22歲之後 你就開始去燒你的葉的階段 消夜的階段 意思是指你開始精力 就是你開始去經歷 你的整個我已經開始比較固化 蓋化在成形 你必須要在你的婚姻 你選擇的婚姻工作 你必須要在你選擇 你的婚姻或者工作裡面 還有事業裡面 或者是事業裡面 去經歷 去經歷 去學習 去學習 去擴展 去擴展 然後去面對你自己這一生 所設定的生命的課題跟難題 假如我到22歲之後 我選擇了一個婚姻 那個婚姻是一個不被愛的婚姻 譬如我22歲的時候選擇了一個婚姻 那婚姻是一個不被愛的婚姻 那我就必須要在這段婚姻裡面 去學習到我的生命裡面的課題 就是我真實的我是被愛的 那你必須在這個婚姻裡面 你必須要學到真實的我是被愛的 那麼你要在這段婚姻裡面 一直翻滾一直學習 那你會在這段婚姻裡面 一直去翻滾一直去學習 一直經歷 一直去經歷 然後才進入人生 下一個階段成熟期 覺醒的階段 那麼去到人生下一個階段 去覺醒或者是成熟期 但是我們今天主要要談的 是前面這三個階段 我們會主要講的是頭那三個階段 因為今天談的是兒童療癒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東西是兒童療癒 兒童比較關鍵是在這三個階段 兒童比較關鍵的是這三個階段 那下一個22歲之後 那又是成人的議題了 那是另外 那22歲之後又是成人的立體了 那又是另外一些東西來的 所以各位大概對這整個兒童 就是我們人類整個發展的歷程 大概有一個基礎的概念 大家對這個兒童 或者我們人類基本的發展過程 是不是有些概念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是開刀的呢 開刀的 開刀裡面大部分在開刀的孩子 大部分呢 福福的小朋友呢 等一下 我看一下你的 他在看著你了已經 好 所以大部分在開刀的情境底下 有很多是對自己比較不明確 大部分在開刀之下生的小朋友呢 他對自己不是那麼明確 不確定不清楚的狀態 不確定和不清楚的狀態 而對你來說確定的可能是那個時間 可能是某一種方式 你才比較能夠確定 或者在某一些時間 或某一些方式之下 你才可以確定的 你是處在這樣的狀態底下 大部分 不是絕對 不是絕對 大部分會處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或者是別人告訴你 這樣比較安全 或者別人跟你說 這樣比較安全 所以那樣是出生的孩子 這樣出生的小朋友呢 他們會有比較多的力量 是放在外在的物質世界的認知裡面 他會有很多的力量 放在外在世界的一些物質的認知上面 嗯 但是不是每一個都這樣 但是不是 我覺得是這樣 很多剖腹的是這樣 很多剖腹的都是這樣 他們對自己的存在的狀態 不太能夠掌握 他對自己存在的狀態 不是很能夠掌握的 會選擇一個比較安全的方式 會選擇一個比較安全的方式 那麼這也意味著這個孩子 他大部分也會比較容易去選擇 對他來說比較安全 可以信任的外在的方式 那他大部分會選擇一個比較安全 可以信任的方式 才會進入那些狀態裡面 嗯 嗯 你們有沒有什麼其他想了解的 我想問 嗯 因為我媽媽跟我說 我已經滿月了 滿月了 還是一直生不出來 最後不得不用 要剖腹出來 可是也不是很大 是小小的 這是 因為你的母親 我問的就是 因為我就是懷足 我一直以為我是七星 但原來我要剖腹那麼多月 但是都不肯出生 還要是很久都生不到 然後就是要頗福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的媽媽有生出的困難 因為我媽媽有這個生出的困難 為什麼 你聽得懂嗎 明白 所以當他要生出那個孩子的時候 他就會進入到他自己內在的恐懼 那當我要生那個小朋友的時候 他就會進入他自己內在的恐懼 所以這一生你也會進入這個 每次我要生出我的時候 我就會進入很深的恐懼 你應該對應到我的 我要生出什麼時候會對應到我自己的恐懼 這就對應到我們剛才談的產道的治療 那你會對應到我們剛才說的這個叫產道這個治療 他就會對應這一生 每次我要生出自己的時候 我就開始進入媽媽當時生我的那個狀態的情境 那我每次我要生出的這個時候 就會對應到我媽媽生出來的那個時候的情境 你有想分享這個嗎 跟這個有關的 讓他們更多了解嗎 生出 我還在感覺 OK 好 對了 可以分享一點點 就是很多時候我會 當然會碰到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當我要做一些什麼事的時候 當然會很奇怪 當然會大大小小的狀況 問題會出現 很好 如果我是 我還沒生 但是一聽到生就很怕 你是講你自己本身 對 就是我沒有生個小朋友 我聽到生 這個字就覺得很害怕 就已經流汗了 所以你也有同樣的生出你的困難 你有同樣的生出你的困難 所以你也有一個 我要生出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也有那個生出的困難 不過它也對應到你在早期原生家庭裡頭的艱難 也會對應到在早期原生家庭裡的艱難 不是每個案例都這樣子 不是每個案例都是這樣 我處理過一些案例 一些女孩子 她們談到生育的時候 她們非常的恐懼 她面對過一些女孩子 她們一講到生育這個問題的時候 她就會有很大的恐懼 現在只是分享某一些案例 不是所有的都這樣 只是分享一些案例 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那我處理過一些這樣的案例 她處理過一些這樣的案例 那麼有一個案例 她結婚了 有個案例她結婚了 但她就是不生 但她就是不生 她沒有辦法生 她沒有辦法生 這樣說好了 這樣說 她的原生家庭的母親 她原生家庭的母親呢 她原生家庭的母親的母親 她原生家庭的媽媽的媽媽呢 是在她的媽媽很小的時候 大概沒有幾歲的時候 是在她媽媽很小的時候 只有幾歲的時候呢 在她面前上吊自殺死的 在她面前上吊自殺死的 所以她的媽媽 所以她的媽媽呢 這一生 這一生呢 都有很深的一種… 一種…沒有我 一種很深的 更深層的一種恐懼 她有一種… 這一生也有一個沒有我 很深的恐懼 她的其他母親的情感 通常就是她母親是一個作家 她都用寫作來釋放她內在的情感 她的母親是一個作家 她的母親都是用寫作去釋放她的情感 然後呢 這個… 我說了這個案例的母親 在生出這個孩子的時候 她其實對這個孩子有很多否定 她是愛的 愛這個孩子 可是她對待她的方式有很多的否定 那這個案例 一個案主的母親呢 其實她是很愛這個孩子 但是她對她的方式有很多的否定 很多的沒有價值 很多的沒有價值 那因為這個… 她的母親從小就沒有更深入的 被滋養、被愛、被擁抱 因為她的媽媽本身自己的成長期 已經沒有好心的擁抱、關愛、滋養這件事 所以她不知道怎麼愛孩子 那她都不知道怎樣去愛小朋友 所以這個案主在小的時候 她過的生活就很艱難 那所以這個案主 她小時候她的生活就很艱難 艱難的意思不是說家裡有怎麼樣的苦 而是媽媽跟她連結的方式 讓她覺得那個生命很艱難 那那個艱難不是說她家境很辛苦的那種艱難 而是她沒有辦法 她媽媽有很深的連結的那種艱難 那麼她自己內在的困難 就開始形成她這一生 當她要生孩子的時候 有時她又覺得很艱難 充滿了抗拒跟排斥 她充滿著抗拒和排斥 其實我療癒我自己好幾年 我才懂得怎麼去愛孩子 怎麼去連結 其實我都療癒了我自己很多年 我才學會怎樣去連結 去連結小朋友和愛我的小朋友 以前我們被愛的方式不是這樣 我們被愛的方式都是被罵比較多 以前在我們那個年代 在我們那個年代我們被愛的方式都是打回來的 考不好就打 好不好都打的 以前那個年代都生太多 我媽媽就生半打 因為以前生很多個 媽媽都很累的 她怎麼可能抱你 她哪有時間抱你 不要把你丟到一邊就不錯了 她確實把我丟得很遠 她的確是把她丟得很遠 她的確是把她丟得很遠 我的神經系統是沒有了這個路線 根本沒有這種感知 根本沒有這種感知 我是療癒自己很多年以後 我才明白 我是療癒自己很多年之後 我才明白 我才懂得陪伴 我才懂得陪伴 我才懂得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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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這個是我自己的經驗 好 所以到… 她想說一個 好 我才知道我出生的時候 我媽媽生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心臟停頓 令她差點難癱 生不到我 她媽媽生胎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是 心臟停頓 所以她差不多要難產 好 那會不會影響到我出生 那會不會影響到她的出生 當然 影響很大 影響很大 非常大 所以你媽媽也有一個情節 你媽媽也有一個情節 困難 困難 出不來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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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你這一生也會有 所以在這一生裡面也會有 所以很多事情 你會比較強壓著要去做 有很多事情 你會強硬都要去做 強壓著要去把它做好 強硬要做好它 對 但是不是真實地去生出你自己 但這不是真實去生出你自己 你明白嗎 明白嗎 你這一生承受了很大這種壓力 你這一生受了很大的壓力 所以你看每一個過程對生命都有痕跡 每一個過程對生命都有一個痕跡 都有影響 都有影響 那這樣說是不是順產比復覆好 當然 當然自然產生 這樣說當然是順產比復覆好 而且在那個自然產的過程裡面 充滿了靜心 充滿了愛 充滿了迎接 因為在自然之中 充滿著靜心 充滿著愛 充滿著理解 那個痛也充滿了喜悅 那個痛 是充滿著喜悅的 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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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容易 但是不容易 那是一個很大的靜心了解 那是一個很大的靜心 靜心 了解 和了解 所以一切都是有備而來 所以一切都是有備而來的 但是做了都做了 但是做了就做了 但沒做的還來得及 沒有做的還來得及 我如果早在那個時候 我就有人告訴我這個 那麼我在生之前 我一定會慢慢地 準備 等我準備好 我才會受癒 如果我未生之前 我已經知道這些事情 我一定會準備好我自己 才再去受癮 等我知道愛 等我有很多都準備好 我真的才會去迎接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老師我昨天有一個個案 它是流產第三次 你表面上看起來是流產 所以對於 所以對於 都是在第二第三週 就停止生長 那是怎樣去 那裏面又很深的不接受 我說我昨天有個個案 就是它幾次的懷孕流產 就是去到第二第三週 那個BB就不再生長 那是關於一個很大的不接受 他沒有辦法信任 肯定自己能夠擁有 那個流失 你表面上看起來是流產 流失 表面上看起來是流產 可是各位要知道 這是一種生命模式 但大家也都知道 這是一個生命的模式 它意味著這個人 在他生命的某一些層面 一定經常處在流失的狀態 也都意味著這個人 在這一生裡面 也都經常處於一個流失的狀態 孩子的流產 只不過是一個印線而已 他一定有別的 pattern 而孩子的流產 只不過是一個印然的景象 他這一生裡面 也是不斷出現的流產 流失的一件事 OK OK 好 我的孩子經常 你叫他不做什麼 他偏要做什麼 是什麼 幾歲 三歲 他裡面也有很深的不被接受 這個小朋友 他說他小朋友三歲 但是叫他不做什麼 他偏要不做 或者叫他不要做 他偏要做 他說他有很強烈的不接受 他已經有一個強度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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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常常做一些事情 被你們阻斷 因為他經常做的事情 被你們阻斷 被你們否定 被你們否定 被你們說不行 不可以 被你們說不行 不可以 所以以後 當這個孩子要做的時候 他就會特別用力要做 當這個小朋友下次要做的時候 他就特別用力要做 你明白嗎 這是反作用力 這是反作用力 這就是反作用力 那在我們眼中 大人的眼中 真的是覺得不對 那他是要做 是允許他去經歷還是怎樣 如果大人的角度 那樣東西是不對的 是否要容許他做 還是怎樣 所以你這個問題很好 我們待會下面就要談這個 你的問題問得好 孩子的療癒 孩子的療癒 這是我們待會要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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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如果小孩是吸出來的 這個小孩是吸出來的 哇 我跟你講 我的老二就是這樣 我的老耳就是這樣 這裡頭有很深的 母親自己本身的不接受 這裡有很多很大的母親自己本身的不接受 不敢生 生不出來 不敢生 生不出來 不接受裡面 所以孩子在裡面 不接受裡面 這樣說好了 這樣說一下 我示範一下 我示範一次 假如我現在要生 譬如我現在要生 然後我裡面有生不出來 我有一種生不出來的情節 我有一個生不出來的情節 那你要知道在產道裡面 裡面就會開始生不出來的那個氛圍 那個能量 能量 在那個產道 那在這個產道裡面 就有一個生不出來的氣氛 那個能量在那個位子裡 然後孩子會接受到這個情節 而小孩也會接受到這個情節 然後這孩子要出來的時候 他也會覺得他出不來 那那小孩要出來的時候 他有感覺到他出不來 到最後不得已只好被吸出來 那最後不得已被吸出來 所以這一生 這個孩子 一定也有這個東西 也都一定有這個東西 當他要生出他自己的時候 都生不出來 當他要生出自己的時候 都生不出來 會卡住 會卡住 不是卡在一些情節 就是卡在一些什麼樣的情境裡面 不是卡在一些情結裡面 或者卡在一些什麼情境裡面 常常需要一些什麼外力 或者什麼樣子 就像當初吸他的那個東西一樣 他總是要出現一些外力 或者外面的一些力量 好像就是當初要吸他出來的那個機器 以後在他的生命裡面 就會有這種 他需要一些外力 他才可以生出他自己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休息一會 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孩子就像一面鏡子 小朋友就像一面鏡一樣 不斷地在反映我們自己人生的 每一個不同階段的自己 不斷地反映我們人生的每一個階段的經歷 所以在孩子身上不管是疾病 或者是任何他生命之中的學習 或者是身心狀態的問題 其實都對應到父母親的某一個存在狀態的問題 都會對應到父母親的某一個存在狀態的問題 都會對應到父母親的某一個存在狀態的問題 比如說 一個鼻子充滿了問題 支氣管 哮喘也充滿了這種問題的孩子 一個個鼻光或者他的烤喘氣管 出現不斷出現問題的小朋友呢 他的這個問題呢 也對應到他父母親的其中一個 在關係上也有很大的課題跟問題 那麽假如你剛才提的問題 如果孩子現在做的事情 在我們大人來看就是不好的 那麽我們要怎麽去帶他 那麽我們要怎麽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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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自己個人 對我個人來說 身為一個治療師 站在我的立場所說的話 不代表絕對的 不代表絕對的 這個我必須要事先說明 這個我必須要事先說明 關於這個問題我想要分享一個東西 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分享一個東西 生命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生命是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當一個父母 從小 接受了很多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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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定 否定 跟認知的時候 和認知的時候 他同樣也沒有辦法允許接受 自己的孩子做不應該做的事情 他同時也沒有辦法 容許和接受他的小朋友 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但是我想問什麽叫做應該跟不應該 但我想問什麽叫做應該跟不應該 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說 我常常跟我小朋友說 在生命裏面沒有應該跟不應該 在生命裏面沒有應該跟不應該 我做了這麽多年的治療 我做了這麽多年的治療 我始終告訴自己 我是站在一個人的觀點上面 去看人的生命 我同時跟我自己說 我是站在人的觀點裏面 去看人的生命 要知道即便他是一個孩子 要知道就算他是一個小朋友 他都不是只是一個孩子 他都不只是一個小朋友 他的靈魂可能轉世得比我們還要多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在受到孩子 被孩子教導和學習 很多時候我們都被小朋友去教導和學習 所以我想要分享的是靈魂也有年齡 我想分享的是靈魂都有年齡 有的靈魂他已經轉了很多事 有些靈魂可能轉世了很多次 他已經學習到非常多 他已經學習到很多 他可能是老年齡 他可能是老年齡 他可能是一個老年齡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某些人 或者某些孩子 有些事情他不會去做 你可能會見到有些人或者小朋友 有些事情他是不會做 因為在這一世裡面 很多事情他已經經歷過 他現在要經歷的是別的事 或許跟他的自我有關 或者跟他的自我有關 如果他投胎到這一世 是要發展他的自我 所以他就選擇了一個沒有自我的父母 可能這個靈魂他這一生是要學習 去發展他的自我 可能他就會選擇一個沒有自我的父母 來接受到這個沒有自我的印痕 去接受一個所謂沒有自我的一個印痕 成為他這一生的課題 去成為他這一生的課題 那麼請問你 你要怎麼教導他 那我請問你 你怎麼教他 你會不斷地用沒有你的自我 去否定掉他的自我 你是否用一個你沒有自我的自我 去否定他的自我 然後加深他的印痕 去加深他的印痕 讓他長大以後強烈地要有自我 以他長大之後強烈地有他的自我 我才覺得我是擁有我的 那我才覺得我是擁有我的 我們的生命不斷地在玩這場遊戲 你的生命不斷地在玩這場遊戲 所以療癒對我來說 所以療癒對我來說 不管任何人把孩子帶到我這裏 任何人把他的小朋友帶到我這裏 我一定會請他的父母親 其中一個也來療癒 我一定會請他的父母親 其中一個都要進來這個療癒裏 他們需要明白 他們需要明白 孩子生命的行程 他們其中參與了非常重要的一手 孩子成長的過程裏面 他們參與了其中很重要的一手 不是我要對孩子做什麽 不是我要對這個小朋友做什麽 而是你們彼此之間 到底要學習要療癒的是什麽 而是你們彼此之間 到底要療癒和你們要學習的是什麽 這是我站在我自己的角度上面 我的療癒我自己做的方式 這是我站在我自己的角度裏面 我的療癒我選擇的方式 因為父母親與孩子的關係之間 因為父母親和小朋友的關係之間 每一天 每一天 都在傳導著強大的能量 都傳導著強大的能量 從孩子 從我們懷孩子 然後從孩子的出生 我們對孩子跟先生 跟自己身邊的人 不斷有我們自己的認知 從小朋友 你懷著他到他出生 到我們每一天 對著小朋友 對著我們的生活 對著我們的先生 都帶著強烈的認知 孩子的問題 也不斷地在讓我們 反思我們自己的生命 孩子的問題 都令到我們不斷反思 我們自己的生命 我所有的個案 我所有的個案 只要是父母親其中一個 跟孩子一起療癒的 都會有一個共同的現象 只要有跟父母親其中一個 一起療癒的話 都會有 共同的現象 共同的現象出現的 他們有 就是父母親會更有愛 就是父母親會更有愛 更能夠接受 更能夠接受 更能夠包容跟允許 更能夠包容和容許 也更能夠尊重 也更能夠尊重 生命不同的獨特性 是生命不同的獨特性 以及生命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他們總是要透過精力 來擴展學習他們自己 而生命的成長裡面 他們會透過經歷 去發展獨特性 他們更能夠尊重靈魂 也尊重自己 他也更可以尊重靈魂 和尊重他自己 孩子會變得更喜悅 你的小朋友 會變得更加喜悅 更能夠去伸展 發展他自己 更能夠去伸展 和發展他自己 更能夠表達自己 內在真實的情感 更能夠去表達內 深深實的情感 也更能夠連結 也更能夠連結 所以這些療癒的背後 都是為這個家庭 帶來生命更高的品質 所以回到你剛才的問題 你應該去反思 你應該去反思 為什麼孩子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為何小朋友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這是第一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為什麼我對他會有這種否定 或者阻擋 我覺得不應該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發生在孩子身上 應該是早就發生在你身上 我對這個小朋友 為什麼有這麼多否定的狀況 應該不是發生在孩子身上 而是在早期已經發生在你身上 孩子只是我們的按鈕 他按到我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就發火 那小朋友只是按你的制 按到一個你不接受的制 然後我發火 我接受到了 是不是他覺得不被重視 所以你叫他不要做 他偏要做引起我的重視 這一點一定也有 那我接受到的會不會是 就是小朋友需要被重視 所以他會做的事 他偏要做 而去得到那個重視 已經可以按著我的關於重視 這一點 當然有這一點 在更深的根源裏面 這個孩子接受到 比較深的否定跟不被關注 不過更深的後面 這個小朋友能接受到的是 否定 否定跟 不被關注 不被關注 你要知道孩子在接受的時候 孩子是有感覺的 如果你只關注我做的對不對 但是你不是關注我的時候 他會對你有反應 你們聽得懂 小朋友是有感受的 小朋友只接受到 你只是在乎我做不做得對 你根本不是在乎我的時候 他是有感覺的 我們總是關注 你做了什麼對的 什麼該做的 但是你沒有關注到我 我真正的需要 你明白嗎 我們經常接受到就是 你只是在乎我做得對 做得好不好 但你沒有在乎過我的感受的時候 他會接受到沒有被關注 他就會接受到他沒有被關注 他會對這個不關注 你只關注我做的 對不對好不好 是不是的時候 他會對這個有很大的反應 而他接受到的就是 你對這件事做得好 不好 對不對的時候 他會對這個關於關注的部分 他會有反應 很大的反應 他會更會去做你不喜歡的事情 他會更加去做一些你不喜歡的事情 因為你根本沒有關注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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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想表達的是 你沒有關注到那個我 我 他真正想表達的就是 你根本沒有關注到那個我 真實的我 那個真實的我 所以 他不肯吃飯 我特別懊惱 我特別生氣 他不肯吃飯 我特別生氣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個反應什麼樣的課題 那他反應在什麼課題呢 好 你們常常要他接受 他不想接受 你常常要他接受 他不肯接受的事情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 假如 假如 假如呢 剛開始可能是別的事情 剛開始可能是別的事情 然後我硬要你接受 你不願意接受 我如果硬要你接受一些 你不願意接受的事情 那當這個能量滲透到吃飯的時候 當你的能量滲透到吃飯的時候 以後到吃飯的時候 他就會有這個反應 他一去到吃飯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反應 印痕是這樣運作的 3歲以前 7歲之前的印痕是這樣運作的 大腦的突出是這樣運作的 你的大腦的突足都是這樣運作的 假如在生命的前期 假如在生命的前期 假如我在喝奶的時候 假如我喝奶的時候 假如我喝奶的時候 然後我如果喝到不想喝 你每次都一直嘟著要我喝 我想到已經不想喝 你一流塞進來給我喝 以後他對吃會有反應 這個人對於吃會有反應 你以後再加他吃 他就開始呈現那個反應 他不管這個他要不要吃 他就出現那個反應 你以後要吃 無論他想不想吃都好 他都會有這個反應 是這個 這個是印痕 所以你必須要消掉更早期的印痕 所以你要去消一些 更加早期的印痕去消掉它 那麼在更早期的印痕 可能在胚胎時期 可能在子宮時期 可能在子宮時期 或者是子宮時期 也有可能在三歲以前 或者是三歲之前 要看看那個印痕多深 要看這個印痕有多深 那如果這個東西 你沒有去處理它 如果這個東西 你沒有去處理它 沒有關係 沒有所謂 這會變成這個人這一生的課題 那這個東西 會變成這個人這一生的課題 以後他就開始 信念會擴散 因為以後他就會開始 他的信念會擴散 你有沒有看過 某一些人的生命模式 就是不斷地排斥 我都不願意接受 我都不願意接受 有些人的生命模式 就是不斷去排斥 這個東西不接受 那個東西不接受 它會擴展 它就會發展 剛開始只是不接受這個 開始只是不接受一樣 到後來就變成 這個這個這個 我通通都不接受 那後來就是 這個我通通都不接受 然後到後來就變成 只有什麼接受 到後來就是 我只是這些東西接受 所以我有一個學員 他的孩子只吃白飯 其他通通都不吃 其他什麼都不吃 後來 後來呢 不過因為他媽媽是學員 因為後來 因為他媽媽是我們的學員 而且是能力非常好的治療師 而且是一個能力非常好的治療師 而且是一個能力非常好的治療師 所以他療癒自己 所以他治療自己 所以他治療自己 孩子療癒得不多 我知道 我知道那個小朋友療癒得不多 可是呢 他的孩子現在很多東西都開始吃了 但是他只療癒自己 那個小朋友現在開始很多東西肯吃 那是因為他的母親開始接受 因為他的母親開始接受 因為他的母親開始接受 所以我大部分療癒的經驗就是 只要父母親療癒 其中一個 我大部分的個人 我發現 只要父母親其中一個療癒 其實孩子你不用跟他做太多 小朋友你不用跟他做很多 他自然就不太會生病 他自然功課就開始比較會了 他自然就好了 自然可能不會有那麼多病 自然功課就會好 自然的東西就會好 除非是比較嚴重的問題 除非是比較嚴重的問題 我們才會對孩子做療癒 我們才會對小朋友做療癒 這樣 那通常父母親傳導的力量 比什麽都大 但是通常父母親所傳導的力量 比什麽都大 那個比較恐怖 這件事比較恐怖 就像我說的 你只要在孩子旁邊 你都不用講話 你只是在他旁邊 你什麽都不講 孩子可能就開始免疫系統失調 不用講 我現在要問你們 不用講 我現在問你 假如你跟你的父母親關係有糾葛 如果你和你父母親的關係 有些糾纏 即便你現在那麽大 你媽媽只要在你旁邊 你會不會忐忑不安 就算你這麽大 你媽站在你身邊 你會不會忐忑不安 會不會 只要你爸開始在講什麽 你是不是開始反應就來了 他也不用對你做什麽 你爸不用對你做什麽 他可以說什麽 你的反應就來 而且很快 馬上就來 馬上就來 對吧 你的孩子就是這樣 你的小朋友就是這樣 我的孩子是跟我媽媽比較多 是我媽媽影響他比較多 還是我影響他比較多 都一樣 很多 兩個都很多 他說我小朋友是 我媽媽大 我媽媽大 我媽媽多還是我這個多 他說 老師說都一樣 影響都是這麽多 你影響他是比較早期的主架構 你影響他是早期的主架構 媽媽影響的是比較多情緒 後面的感知認知情緒 反應上的問題 媽媽影響他可能是後面的情緒 感知那方面的反應 可是所有你懷他的過程 跟你受孕的過程 那些對他的影響 是一輩子很深遠的 但所有你受孕 和你懷住他那個時候 那個影響後面都是很深遠的 但父母其中一個療癒就不難 不用任何的感應 父母其中一個療癒都可以嗎 其實當然兩個比較很好 當然兩個比較好 但是通常很少會兩個一起 但通常很少是兩個一起 但是只要其中一個 我看過太多了 我做太多治療 只要其中一個 他們的孩子自然而然 就開始不太感冒了 然後自然而然整個狀況都開始向上 因為父母的整個能量 其中一個振動一直在改變 因為我做過太多 只有一個其中一個改變 小朋友可能就不再感冒 或者功夫就會好 因為這個只有一個改變 那個能量那個振動 就已經開始變緊了 因為你即便一樣是站在他身邊 可是你不像以前那麼有情緒 或者你不像以前那麼多的反應 就算你真的只是在他身邊 但是因為你沒有那麼大的情緒 或者反應沒有那麼大 那其實肉眼看不見的傳導 那個力量比什麽都大 我們肉眼看不到的那些傳導 其實的力量比什麽都大 那更何況是我們對待孩子的方式 或者是對他說的話 更何況是我們對待他的方式 或者對他說的一些東西 所以療癒的部份呢 所以療癒的部份呢 都會對應到父母親本身的生命課題 都會對應到父母親本身身邊的問題 可是我要跟你說 孩子進入八歲之後 他還會對應到老師的課題 但我要跟你說 他在八歲之後 他還會對應到老師的課題 你不要以為他遇到老師沒事 跟他沒有關係 你不要以為他遇到老師沒事 都對他沒有所謂 那個權威 尤其是初期八歲之後的權威 對他的影響有非常大的傳導的影響 對待權威 尤其是八歲之前 他面對的權威 對他日後都有很大的傳導功能 他們的命運也彼此牽絆著 他的命運也彼此牽絆著 比如說我兒子是比較多規範 譬如我的兒子是比較多規範的 他小時候也是我公公婆婆帶的 因為小時候是阿爺阿媽帶的 當然我們也有 當然我們也有 所以他吸引對應的老師 就是規定比較多 規範比較多 比較緊張 比較小心的老師 那麼吸引回來的老師 就比較多規範 比較緊張 比較嚴厲的老師 他就會在 他可能會喜歡這個老師 或不喜歡這個老師 可是不管喜不喜歡跟他 都有對應的關係 他可能喜歡他的老師 或者不喜歡他的老師 但無論喜歡或不喜歡 都對他有關係的 所以孩子療癒的部分 所以關於小朋友療癒的部分 我們還是會用 以我做治療師的經驗來講 我比較是用清除印痕的方式 再幫孩子做療癒 以我的方法 我都會用清除印痕的方式 去跟小朋友做療癒 清除肉眼看不見的 但是在他的能量廠上面 已經造成了印痕 他會不斷地吸引某一些疾病 或者是相關問題的這種反應 我們會做這樣的治療 我們會清除一些肉眼看不到 但是在他身邊的氛圍 那些印痕的功夫比較多些 另外我就會再請他的父母親 其中一個也做治療 大概是這個樣子 都會請他的父母親其中一個 都來做治療 大概就是這樣做 但是我們做的療癒 我自己在做的療癒 都是比較在能量層面上的 更深入的 跟他這一生的課題有關的 那我大概做的治療 都比較是能量層面 和和他這一生有關的 一些植入的東西 比如說 比如說 有一個媽媽帶一個孩子來找我 有個媽媽帶一個小朋友來找我 然後這個孩子在學校 所有的老師都會處罰他 這個小朋友在學校 所有的老師都會罰他的 然後他有一點過動 因為他有一點過動 進不下來 他靜不下來 也有學習上的困難 或者他也有學習上的困難 不是這個孩子笨 不是這個小孩的蠢 是他定不住 而是他定不住 他跟每個老師都可以吵架 他跟每個老師都可以吵架 然後每個老師都會處罰他 而每個老師都會罰他的 然後媽媽常被教到學校 認為這個孩子無藥可救 那媽媽都會被人教 帶到學校就覺得 這個小孩是無藥可救的 當我們進入無量之王 幫這個孩子療癒的同時 我們進入無量之網 去幫這個小孩做療癒的同時 我們發現他這個反應 是來自於他母親的沒有 我們發現他的反應 是來自於他母親的母 他母親有很深的匱乏跟沒有 他的母親有很大的缺乏跟沒有 然後爸爸有很深的否定 跟不被接受 爸爸也有好心的否定 和不被接受 所以他接受他父母親這個 所以他在對人的反應都是很多 他會吸引很多人否定他 不接受他 所以他接受到這件事 他就會吸引很多人 來否定他和不接受他 然後他的情緒 會陷在那個沒有裡面 一直產生躁動 而他的情緒 也都陷入一個沒有裡面 而產生一個躁動 他覺得自己都沒有 又不被接受 又不被接受 又被否定 又被否定 所以開始功課出問題 關係出問題 開始功課有問題 關係有問題 所以我們療癒是療癒 他比較深的那個印痕的部分 療癒就是療癒 他比較深印痕的部分 療癒了幾次之後 療癒了幾次之後 這個孩子變得比較穩定 小孩變得比較穩定 比較能夠開始寫功課 比較開始寫功課 也沒有那麼多的被處罰 也沒有那麼多被人罰 也比較能夠在關係裡面 感覺到自己擁有 也都可以比較在關係裡面 感覺到被擁有 所以在療癒的部分 我會比較建議 其實療癒是很多層面的 我比較建議 其實療癒是分很多層面的 所以當你在療癒這個孩子的 某一些身體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你也相對的在療癒 他的某一段關係 跟他生命的某一個層面 當你療癒去一個小朋友的層面 有些相當的層面的時候 其實你療癒著他的 身心靈的層面 你療癒著他 其實是身心靈的層面 因為身心靈它是相連的 因為身心靈是相連的 物質跟心靈也是相連的 它從來都不是分離的 物質跟心靈也是相連的 它從來沒有分割的 所以你們有沒有一些孩子的問題想要問 好 大家有沒有一些小孩的問題想要問 關於孩子療癒的問題 關於小孩療癒的問題 關於小孩療癒的問題 有嗎 有沒有 你們有這樣的問題想要問嗎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想要問 或者是某一些案例 或者你有些案例想要問 我想問 最普遍就是小孩療癒 普遍就是小孩子在鬧 要抱抱 好像最近有個同事 最近我同事的女兒 她病 病之前她很乖 她病 病以前她是很乖的 不鬧的 當病之後他就鬧了 他只要抱抱才肯睡 可是父母會覺得 如果常常抱他會習慣 寵壞了 但要抱才可以睡 可是不管他也不行 所以我要先從這個孩子 為什麼會發病開始談起 我們會看看這個小朋友 為什麼會發病開始講 尤其是更小的孩子 尤其是越小的小朋友 比如說父母親 他現在可能生意上有問題 或者是工作上有問題 你會發現父母親 他們不用對孩子做什麼 可是他本身 我回到家 這種東西 我跟你講 這種你不用回到家 OK 你會發現小朋友 就算父母生意出現問題 或者其他金錢出現問題 什麼都好 就算你不用回家 你是我的孩子 如果你是我的小朋友 不管你在家裡 不管你是在家裡 或者是我在你旁邊 或者是我在外面 或者我在外面 或者我在你旁邊 我是你的母親 我是你媽媽的話 我最近發生了一些事情 我最近發生了一些事情 可能同事 可能工作不順 或者是工作不順你 或者同事出現了什麼事 我開始憤怒 我開始憤怒 我開始焦躁 我開始有點躁 我開始憂慮 我開始憂慮了 我在對待上面一定會有一些不同 我和你的對待方面一定有些不同 但是那個對待已經不是重點了 但是那個對待已經不是重點了 重點是你的憤怒 你的焦慮 你的憂慮 可能會讓孩子免疫系統下降 重要的是你的焦慮 憂慮和你的憤怒 會令到這個小朋友的免疫系統下降 可能你無意間會發現 孩子的皮膚開始變成過敏 可能你無意間發現 小朋友的皮膚變得過敏 你也不知道 你還跑去找過敏員 你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是孩子為什麼皮膚開始過敏 你都沒搞清楚什麼事 你就找他過敏藥去吃 他就是皮膚過敏 他一定過敏 因為我剛剛聽你講 絕對這個父母親 絕對最近有出現一些狀況 他絕對情緒 只是剛才老師聽你說的 有跳動 對父母應該有些問題 一定這個小朋友 不多不少一定有過敏 所以孩子最常出現的反應 不是感冒 要不然就是上吐下泄 要不然就是皮膚過敏 而且最常見的 就是免疫系統下降 跟皮膚過敏 最普遍的就是免疫系統下降 他會出現 或者他會出現皮膚的問題 又或者是上吐下死 這些問題 好 如果我舉一個實際的案例 我舉一個實際的案例 有一個老師 就是我們孩子學校的老師 有一個就是他小朋友學校的一個老師 他的肢體非常瘦小 他是教音樂的 他是教音樂的 他的肢體是瘦蠻蠻的 可是這一生 他的自我常常不夠堅定 但是這一生他的自我 經常都不夠堅定 常常懷疑自己否定自己 常常懷疑自己和否定自己 所以他在教學上面很多焦慮 所以他在教學方面很多焦慮 他常常在焦慮我要怎麼教 常常去焦慮他怎樣教 然後面對這麼多孩子 而去面對這麼多小朋友 他的女兒一天到晚進醫院 他的女兒一天到晚進醫院 感冒再感冒 感冒完又感冒 他問我 那他問我了 我一看 我一看 你這個很久了 我說你這件事很久了 因為他的母親身心 一直處在失調的狀態 一直有很大的恐懼 焦慮 不安 惶恐 因為他的母親一直在身心 出現了很多狀態 一直是黃紅 焦慮 無力感 無力感 他的女兒只有一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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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只要抱他 你不用回家 我跟你講那個能量一樣傳導進去 蝴蝶效應 他回到去一定會抱這個女兒 但就算你不回去 你不一定在家 那個能量的導引 都一定會去到他那裡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整個家庭有一種節奏體 因為我們的家庭裏面 有一個叫節奏體的東西 你肉眼看不到的一種叫做節奏體 我們肉眼看不到的 一種叫節奏體的東西 也就是說 你們會出生在同一個家庭 你們可能都是多的 可能都是咪的陰 譬如我們在一個家庭 可能是導的陰 或者是咪的陰 所以你可能會發現 在一個家屬裡面 這個長癌症 那個也跟著長 或者這個出現問題 那個奇怪 離得很遠 可是那個也跟著出問題 你明白嗎 他不用在一起 可能這個生完癌症 那個又生癌症 或者這個出現什麼問題 那個又出現什麼問題 他們就算住得很遠都好 痴痴後後地出現同類型的問題 因為他們有相同的節奏韻率在裡面 所以回到剛才講的 孩子的皮膚免疫系統絕對會想不想 去到剛才那個 皮膚和免疫系統絕對有關 受影響 如果孩子已經有物理現象跑出來了 如果小朋友已經有物理現象走出來的話 但是呢 他的根源又在於父母親的某一個狀態的時候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但是那個狀態出現 就是跟父母的那些狀態有關的時候呢 我跟你講這個時候兩個都要治療 那我跟你說 怎樣做法呢 就是兩個都要治療 因為孩子已經形成那個實相了 因為小孩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實相了 那孩子的症狀 你其實大概不用處理幾次 兩三次三四次絕對會好 那小孩其實你不用處理好多 兩三次三四次一定會好的 說不定兩次就好了 說不定兩次就好了 我的經驗 我的經驗呢 可是大人你就要處理比較多次 但是大人你就比較處理好多次 那也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大人處理多次一點 那也有可能性就是大人處理多幾次 他的狀況開始平穩 那當他的狀況平穩 那孩子很奇怪 他慢慢就好了 那小孩很奇怪 他就慢慢好回來 因為媽媽傳導出去的能量 開始不一樣了 孩子也就漸漸地恢復健康 那小孩也都漸漸地恢復健康 所以真的最大的關鍵還是在父母 真是最大的關鍵仍然在父母 當然孩子也有他自己的課題 當然小孩也有自己的課題 可是你要看他們年紀 以我們這樣來講 七歲以前其實還沒有那麼嚴重 除非是他主要的業力 要看他的年齡 七歲之前通常都沒有那麼嚴重 除非那是他的主要業力 否則根據我的經驗 如果一般以中醫西醫很難醫的病 如果在我們這個領域來講 處理的速度其實是非常快 不用幾次就好了 在我們的經驗裏面 就算在中西醫都很難醫的疾病 在我們裏面 小孩處理的兩三次就會好 速度會很快 但是父母親就比較大條 因為父母親呢 四十幾歲 三四十歲 父母親就比較稠 因為已經三四十歲 那些問題就會大條一點 大概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我想問我小孩晚上睡得很差 我小孩晚上睡得很差 醒來會叫 他通常晚上要吃很多奶 很多次的奶 兩歲多了 可是整個晚上要吃很多奶 天頭都要 不過會有正餐 但晚上會醒兩三次要吃 晚上通常要醒來 兩到三次要吃奶 那他醒來的時候 只是醒還是會哭 他醒然後哭 不理他就會大哭 就是醒醒然後會哭 不理他就會大哭 所以你的問題是什麼 你的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他晚上睡得那麼差 為什麼他環山睡得那麼差 因為他對應到你們夫妻的狀態 因為他們對應你們夫妻的狀態 你們兩個有一個情節 你有一個情節 就是你們對很多事情都會覺得 有時候常常會覺得不安 你們對容易會覺得不安 會有一些擔心 會有一些擔心 會有一些不安 會有一些不安 會有一些憂慮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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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憂慮也會傳導到孩子身上 而這個憂慮也會傳導到孩子身上 而這個憂慮也會傳導到小孩身上 他也會傳導接收那個不安的震動 然後他就會跑出來 然後你必須要給他一些東西 他才能夠比較安住 你要給他一些東西 那他就會安心一點 他跟爺爺睡有沒有關係 就是不跟我們睡 他不跟我們 所以跟爺爺有關係嗎 當然也會有關係 當然也會有關係 可是那個憂慮 那個憂慮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主要是憂慮這件事 但是那個憂慮存在你們 你們之間很多人身上 但是憂慮這件事存在在你們之間 還有很多人在你們身上 這就像是一個家庭族群的一種震動 一種氛圍 就好像是在你家庭族群裡面 存在的一種氣氛這樣 每個家庭都有一種氣氛 每個家庭都有一些氣氛在 這個氣氛都會傳導一種能量 而這些氣氛都會傳導一種能量 那麼這種能量都會不斷地影響周邊的人吃物 那這種能量會影響周遭的人事物 所以如果真的要療癒 如果真的要療癒的話 就要療癒你們的憂慮 就要療癒你們的憂慮 更多的安住跟信任 更加多的安住和信任 對生命 對生命 好 我想問我的大女兒呢 我的大女兒呢 四歲 她四歲 她上廁所 我們一定訓練她可以自己上廁所 我訓練到她可以自己上廁所 但是她最近呢就是 她最近呢就是 有一個問題是 有一個問題是 她去大便的時候呢 她去大便的時候呢 會腳或者是軟 什麼啊 她一直在玩 她一直在玩 那玩到要 玩到拉 玩到拉 她都拉出來 那這個情況 就會經常發生 而且是經常發生 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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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月 幾個月 你們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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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你們在解釋 啊 你每次 下一次你二三次 就跟她解釋 下次你去廁所的時候 要說 她排便有沒有問題 她排便有沒有問題 排不出來是不是 排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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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亂排 她是不出 不是亂排 亂排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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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女兒的突出 你大女兒的突出 我們用這個案例來看他的突出 他用你這個組合案例做一個突出的 第一個突出 跟這個有關的 跟這個有關的 所以你們其實從小 他很小的時候 你們從他很小的時候開始 你們常常跟他告知 常常跟他告知說 這個要怎麼做才可以 這個要怎麼做才可以 你們有很多教導在裡面 很多教導跟他講 這個要怎麼做才行 那個要怎麼做才行 那個教導是一個用力 那個教導有一個用力在裡面 如果你的教導 如果你的教導 印痕的來源是因為過於不及 所謂的印痕的來源 就是過和不及 才會形成印痕 是會形成印痕的 那假如你每一次因為恐懼 或者因為什麼樣 然後你過度的告訴他 你要怎麼樣才可以 那他就會接收到那種否定跟不行 如果你有些東西 你覺得你過度 你跟他說要怎麼樣才可以的話 那你就過度這樣植入一些東西 所以你不要看 他在那麼小的時候 在這個圖處 第一個圖處裡面就接收到 我看一下 你不要看他這麼小 在他突足裡面 已經很小的時候 已經接收到 如果沒有這樣子 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行 不是這樣就不行 好 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是你會焦慮 就是你會焦慮 你會緊張 你會緊張 焦慮不安 不知所措 他會不知所措 他會不知道怎麼樣才可以 那他就不知道什麼才可以 因為你的焦慮 那個焦慮的情緒下去 你聽得懂嗎 焦慮的情緒下去了 所以這個讓他的女兒 反而不知所措 反而令到你女兒不知所措 焦慮的情緒跑下去 因為焦慮的情緒走進去 目前我看到的 他的狀況有六個突出 我現在目前看到 他的狀況有六個突足 也就是說在三歲以前 他曾經發生過一些事情 才影響到他現在的一種生理的反應 就是說他三歲之前 曾經發生過一些事情 令到他現在有這個生理反應 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是你們家人 就是你們家人呢 從小 他會感知到 他會感知到 如果你們家人 現在碰到一些狀況 有問題或者是不太能夠解決 就全家人就會開始處在那種 那怎麼辦 然後這個要怎麼處理 然後這個要怎麼樣 全家人就會陷入那個情境跟情節 你家人出現了一些狀況的時候 你們家人都會覺得怎麼辦 怎麼辦 大家都會出現了一種焦慮的反應 那他剛好是過度 那這個就叫過度了 我剛才說過 我們是感官動物 我剛才說過我們是感官動物 所以你的女兒在那個時候 他就接收到你們那種困難焦灼 不知道怎麼辦 沒辦法的狀態 你的女兒在那個時候就會接收到困難 他就看到 聽到 感覺到 接收到 雖然他很小 可是他全部進去 他就是感覺到 聽到 看到 接收到 全部進去了 所以在這個突觸裡面 所以在這個突觸裡面 他接收到一種焦灼 不知道怎麼辦 他就是接收到 瓊著了 不知道怎麼辦 第四個 第四個 第四個是跟你有關 第四個是跟你有關 你在帶孩子的時候你會有一種 你帶小朋友的時候你會有一種 我表演給你看 比如說你是我的小孩 譬如說你是我的小朋友 然後我是你 我是你 那我現在看到你 現在有個狀態不好 那怎麼辦 我看到你的狀態不好 那怎麼辦 怎麼辦 我會看到你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看著你 我就會看著你 那怎麼辦 或者是看著那個狀態 那怎麼辦 就看著那個狀態 或者看著你的狀態 怎麼處理 你會懊惱 你會懊惱 我怎樣處理好 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 你會懊惱 但是問題是你在他面前會懊惱 或者是你會出現那個懊惱的狀態 你在他面前你覺得很懊惱 或者出現懊惱的樣子 所以你的女兒在那個時候接收到 那你女兒接收到的 接收到 一樣接收到那個懊惱 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澳魯 不知道怎麼辦 第五個 第五個 他在整個家庭裏面接收到一個東西 就是他在整個家庭裏面接收到的一樣東西 我在裡面看到你也有 但是你也有份 就是有一些事情 你們覺得有問題 然後要趕快做 你們就會趕快去處理 趕快去做那件事情 趕快把那個事做好 你看喔 孩子在這裡面是接收到什麼 接收到那種焦慮 但是小孩在裡面就會接收到什麼 就是不安 不安 不好 要趕快處理情節 要趕快去處理那個情節 所以你要留意喔 我們整個在接收 生命能量在接收的中 完全都是情感 我們生命能量接收 全部都是情感的東西 你外面的物質 就是父母親怎麼做 根本不重要 他完全接收到你們背後的情節 你做些什麼 你怎樣做法 一點都不重要 但他接收的是你們的情感 了解 明白嗎 所以再來第六個 最後第六個 你們有的時候比較不是去關注到他 而是去關注那些你們覺得有問題 擔憂或者是沒有處理好的事情 但有時候你們關注那個不是他 而是關注那些有問題不好 或者是不妥的事 你知道嗎 這種情節孩子會接收到 有很深的 父母親有很深的關注 在那個有問題不好的事情上面 所以這種印痕 孩子會自動的把問題放大 當小朋友接收到 父母看到很多東西有問題 不接受的時候 小朋友是會將那些問題放大 為什麼 因為他的眼睛他的感覺 從小是看到 比較被關注到的不是我是那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小朋友見到 你關注那些東西不是我 那麼如果以物理學的層面來講 那麼以物理學的層面來講 當他自己碰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他自動那個注意力就會在問題上面 然後把它放大 那麼當他自己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就會將那些問題自動地放大 所以他自然而然呈現那個狀態 就是你說了他會開始焦慮 就是不安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沒辦法處理 然後那個問題就在那個地方 不過他就會自然地出現那個狀態 他也會焦慮不安 不知道怎樣處理這樣的狀態 不過我看到這個孩子 他確實有接受到一些焦慮 但是我確實看到這個小朋友 是接收到一些焦慮 躁動不安 所以他比較沒有辦法放大便 沒有辦法放下 比較焦慮不安的話 他比較難放大便 他很難放低 因為大便要放鬆 因為大便是要放鬆的 才能夠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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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便 大腸 肺大腸也意味著接受跟放下 所以肺大腸也意味著接受和放下 所以你了解嗎 你明白嗎 所以我們從突出的觀點來談孩子的問題 我們就是用突出的觀點去講小朋友的問題 是喉嚨 我孩子經常喉嚨發炎 我也是 好 所以這就是非常典型的 典型了 小朋友是喉嚨發炎 我也是 你會發現那個爸爸或媽媽有一個什麼病 小孩子也一直有那個病 在那個地方 你發覺爸爸媽媽媽有什麼病 小朋友一直有這樣的病 我跟你講他在家 其實你媽媽對他太多阻斷 他根本不能發生 對他太多的阻斷 很多事情在他生命裏面是不可以發生的 他根本不能發生 有很多事情在他人生裏面根本不能發生 所以他的喉嚨只好發炎 他的喉嚨只可以發炎 因為他不能發生 因為有些事情不可以發生 他只要發生就被阻斷 就不被允許 一發生就不被容許去阻斷他 就被否定 可是如果各位你們會看的話 那個喉嚨是小事 如果你懂得看的話 我跟你的喉嚨小事 是這個孩子的我 是這個小朋友的我 尤其是他的我的生命能量 到底被阻斷多少次 他以後要怎麼找回來 你先療癒你自己 你先療癒你自己 那我有一個重點是 我很喜歡吃辣椒 是很喜歡吃 但是又經常吃喉嚨又會發炎 但是我要尊重我想吃那個點 還是我覺得不好 所以我不要吃 都不是 媽媽 問題是 他說 他說 因為我很喜歡吃辣椒 但是我父親吃了都會發炎 是不是我要去接受 我自己喜歡吃辣椒 那老師說 根本都不是這些 你要療癒的不是那個東西 你要療癒的不是這些 你要療癒的不是這些 在你這一生裡面 你的沒有 可是你硬又想要有 你要療癒的是這一生 你覺得你沒有 但是你總是要你有 這是咽喉跟辣椒的關係 這就是你的咽喉跟辣椒的關係 是這個東西 是這個 要療癒的是這個 要療癒的是這個 當你療癒了 你可以發生了 你可以擁有了 你的女兒就可以擁有了 當你療癒了 當這件事發生 而你可以擁有的時候 你女兒這個問題也會療癒 她一定會跟著你一起擁有 她也跟著你一起擁有 她可以擁有 而且還不完 因為她現在 還在生存體的狀態 因為她現在還在生存體的狀態 她的擁有可以擁有很多 就算她在以太體都來得及 但她在月太體她都還來得及 因為以太體還是在被塑形的階段 因為月太體仍然都在一個素形的階段 她的情感還在發展的階段 她的情感還在發展的階段 因為你的生命轉變 你的家人也會跟著轉變 尤其是我們的孩子 尤其是我們的孩子 尤其是我們的小朋友 OK 你們還有其他問題 還有其他問題 我的兒子 他八歲 常常伴侶人 伴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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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耳環 她的耳蠻 和她摸她 像一個小狗一樣 常常流來流去 像女人的舞 涼涼腔 她的生命需要這個能量來平衡 她的生命需要這個能量去平衡 因為你太硬了 因為你太硬了 你太硬了 你很多東西像男人一樣 我三個小朋友 我是對著她的生命 我大和小 你是對著她的生命這麼硬 她經常弄得我很難 她說有三個小朋友 我只是對著這個孩子 她壓我很刺 你太硬了 你對她太硬了 你只要給她多一點滋養 你只要給她多一點滋養 給她多一點柔軟的情感的接受 給她多一點柔軟的 在柔軟的方法 給她多一點情感的接受 她就不需要那麼多陰性的能量 來釋放她內在的這個渴求 她就不需要那麼多陰性的能量 去釋放她內在的渴求 而且你越不理她 越是這樣她就越需要這種滋養 你越不理她 你越這樣的話 她越會需要這種東西 去令到她自己舒服 你需要給她更多擁抱 你要給她更加多的擁抱 更多的滋養 更加多的滋養 是愛的治癢嗎 當然 當然 她說有時候覺得男女 不是要怎樣這樣這樣 她說不像好像她戴跟兒子有男跟女的不舒服 不過這個在你們轉世裡頭也有你們的課題 在你們之間的轉世裡都有一些課題 但是跟這次課題是一模一樣 但跟這輩子的課題是一模一樣 因為在其中一個轉世裡面她是你的丈夫 因為其中一個轉世裡她是你的丈夫 她一直試圖想要得到你的愛跟滋養 但你一直將她 我也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這次她一樣 你們兩個進入不同的關係 但是卻是相同的課題 所以你需要給她更多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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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前就這樣伸好一點 那我的問題是說 她以為還是有一隻狗 然後把那隻狗當小孩 就是都整天生活在一起的宿場上 那她小孩這樣子之後 她就被逼著把狗送走 結果她就變成更焦慮更緊張更愧疚 那對小孩的愧疚覺得是 她當初養這隻狗 還有她的小孩也這樣子 然後對狗也愧疚 因為為了這小孩把那隻狗送走 那她有一隻狗 那隻狗就好像當她兒子那樣 然後一起吃東西一起睡覺吃 那跟著她覺得 她有了你的小孩 那隻狗就令到小孩有這個問題 然後她就把那隻狗送走 但是對那隻狗送走 她對那隻狗有愧疚 我覺得就好像為了小朋友 送走他的狗那樣 這個問題跟媽媽沒有辦法 有安住信任的愛有關 這件事跟媽媽沒有辦法安住 去信任她的愛有關 在媽媽的情感裡面總是有焦慮 總是有不安 在媽媽的情感裡面總是有焦慮和不安 總是有很多恐懼 總是有很多的恐懼 媽媽的情節很深 媽媽的情節很深 所以孩子傳導跟接收到的 也充滿了這些恐懼不安的情節 所以小孩的傳導和接收度 都是充滿著恐懼 所以所有皮膚的問題 所以所有皮膚的問題 都跟神經系統有關 都跟神經系統有關 只要情緒過度的強烈 就是過度的在某一個情緒的反應裡面 一定會造成皮膚的影響 只要過度地在一些情緒的問題裡面 一定會在皮膚裡反應出來 如果真的要處理這個孩子的皮膚問題 需要療癒母親的情感 如果真的要處理這個小孩的皮膚問題 要療癒母親的情感 她的過度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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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有這個問題 如果有這樣的狀況 狗是否要送走呢 跟狗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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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聽過我們剛才講的 如果你有聽到剛才講的 從受精卵 由受精卵 到胚胎到子宮 到胚胎到子宮 如果你仔細像剛才那樣 我們往她的圖處跟子宮期去看 她一定有更早期 就被植入了這個東西 我們好像剛才那樣 如果進去那個特殊那裡去看 一定會找到一些更加早期 在胚胎時期發生的一些事件 她的情緒情感 絕對不是在養狗之後才開始焦慮 她的情緒和情感 絕對不是在養狗之後才會出現焦慮 而是在更早期的生命經驗裡面 而是在更早期的生命經驗裡面 所以這個是她生命課題的一部分 這個是她生命課題的一部分 孩子只是讓她看到原來你這麼焦慮 她只要一安住 孩子的皮膚一定馬上會有改善 只要這個媽媽安住的時候 她的小朋友的皮膚馬上會得到不同 不過七個月就這樣子 這個孩子子宮期一定有狀況 如果七個月已經這樣 這個小朋友在子宮期一定有些東西 OK 那為什麼很多醫生都會跟抑衛性皮膚炎的父母說 長大就會好 就是10歲或者說20歲就會好 那為什麼很多醫生對這些皮膚炎的父母說 七歲十歲之後就會好 為什麼會這樣 說真的我不知道 他們的觀點 說真的我不知道 和我無關 但是以我治療的經驗 但是以我治療的經驗呢 即便她長大之後比較沒有皮膚的問題 可是如果以賽斯的觀點 跟我實際治療的經驗來談的話 就算這個小孩大了之後 真的沒有皮膚的問題 但是以賽斯的觀點 和我實際的經驗來說呢 如果那個信念的根源沒有被療癒的話 如果信念的根源沒有被療癒的話 那份能量一定會找別的出口 那份能量一定會找別的出口 皮膚它意味著肺大腸 皮膚就是肺大腸這個系統 它意味著我們在生命之中 跟關係有關的課題 跟接受放下有關的問題 跟接受和放下有關的問題 所以假如她的皮膚沒有問題 她一定會找別的出口 可能關係或肺大腸 可能哪裡 一樣一定要解除那個根源 你這個問題才會真正的解決 即使她皮膚真的沒有問題 她一定會找別的出口 可能在肺大腸或者她的關係出現了問題 你一定要去到根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OK 我先生的外生他十二歲 有嚴重的哮喘和鼻敏感 我先生的外生他十二歲 有嚴重的哮喘 很鼻敏感 非常非常 所有的哮喘 所有的哮喘 都是跟一種課題有關 都是跟一種課題有關 就是他不願意接受新的事物 就是他不願意接受新的事物 就是這種哮喘 就是他沒有辦法吸入新的滋養 不願意放下 就是他沒有辦法吸入新的滋養 也都不願意放下 所以有很大的關係的問題 所以有很大關係的問題 不過通常哮喘 我們都會處理更早的子宮期 甚至於轉世 通常哮喘 我們會處理很小的子宮期 甚至會處理轉世 但是就算不去到轉世 處理子宮期也夠了 但就算我們不去到轉世 只是處理子宮期已經夠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今天分享來到這裡 所以下次是幾號 6月3號 6月3號 你要不要講一下零性治療 對… 5月份台灣會有一個治療師來 他這個治療師很出色 他其實從事很多兒童療癒 還有零性按摩的治療跟手工的治療 5月份我們今天有另一個治療師來 是老師的學生 他是一個很出色的治療師 他從事了很久的兒童治療 還有手工治療 還有零性按摩 所以他會來香港提供零性按摩的個案 所以歡迎各位去了解一下 然後有興趣可以嘗試看看 今次來他會幫大家做個別的治療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試一試他的治療 很特別 很特別 而且他都會… 在你的身體裡面 就可以找到你生命的自傳跟答案 還有所有的印痕也在你身體裡面 在你的身體裡面 你會找到很多的答案 或者是存在的東西 他會幫你去讀出來 還有他都會上去我們的電視節目裡面訪問 你可以上去這個網裡面去找他的節目 向你誠意推薦iRead iRead是甚麼你? iRead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連結一看 並且設計就會接受電子關注 birthday 日圣 貸